salad меня henly 林律師 周富 還有 在現場 或是在線上參加 這個演講的一個老師 還有 同仁 同學 大家好 我是陳永生 我們今天再度 邀請到 在 著作權 開放式授權 这个国内最重要的权威 林丞下律师来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新知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听林丞下林律师的一个演讲 那在过去的几次呢 其实每一次林律师都会带给我们新的一些 这方面最新的一些见解 跟一些这个法规制度的一些改变 那我们知道这个著作权 这个是最近会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重视 不只是保护财产权 那更在我们的这个教学的场域 老师们在教学的时候 难免都一定会用到一些我们的这个教材 那到底是不是合法在使用 那或者是说老师同学们在发表的时候 在论文在发表的时候 那有没有不小心侵犯到别人的一些智慧财产权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这个生成式的AI兴起之后呢 又多了一个非常令人头痛的一个议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使用生成式AI这个工具 所创造出来的影片也好 图片也好 文章内容也好 那到底有没有智慧财产权 这智慧财产权是属于谁的 这些这个新的科技就会带来新的难题 那因此我们今天就非常高兴 有这个林律师再来为我们解惑 祝我们今天这个一定大家能够收获满满 好那周副校 再次感谢林律师来第二次来 然后每次听完都受益良多 我想很把时间给林律师 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这次是 阳明教育大学的学术伦理与诚信办公室 然后也是配合教育部的 那个台湾学术伦理教育资源中心一起合办的 所以我们开放了现场 然后也开放了网络 网络上已经接近了好几百人 所以希望大家都今天下午 都会有多一个美好又充实的时光 那特别因为我们已经亲自在林律师这里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场有这个privilege 可以好好地去问问题 然后去想问题 然后把你的实物上你遇到的困难或者困惑 这些都可以来请就请教林律师 那我们再次欢迎林律师 谢谢教育长 谢谢副校长的开言致辞 也非常感谢阳明教大 第二次的邀请 讨论这个所谓的著作权生成士AI 跟相关的问题 那我今天出席的身份 主要是CC Taiwan的项目主持人 然后这个专案呢 我们目前呢 在财团法院开放文化基金下 然后所以呢 我也在基金会担任法治顾问 大家可以简称我叫林顾问就可以了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有还算蛮充足的三个小时时间 就是讨论生成士AI 制作权跟CC秀权的一些实力 那我本来想说三个小时应该算充足 但是上个周末的时候 我有收到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 有52题 所以其实非常踊跃 所以呢 我常常做一个比较简单的开场制词啦 就是说各位可以记一个成语叫冰林丞下 后面三个字就是我的名字 我叫林丞下 你也可以叫Lucian 那基本上呢 05年到16年 我是在中央研究院服务 16年以后呢 我转任经理知识产权事务所 还有开放文化基金会担任法治顾问 那那么多年 十几年来 其实我主要研究的面向呢 就是开放授权 开放资料 开放圆码 还有司机授权 那我们知道呢 在这个新的科技时代 很多东西呢 你并不是说单单放在你自己手上呢 它可以产生一个垄断的价值 很多的事业 你必须要呢 分享你的论文 分享你的观点 分享你的资料 然后呢 找到一些呢 可以合作的单位呢 才可以把整个局面呢 做得更丰富 所以这几年呢 我有协助行政院 考试院 还有下面的一些二级机关呢 参与政府资料开放的 相关的一个推动 担任专家小组的民间委员 那也是现在台北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所以我想我今天有个重点就是呢 我们政府推开放资料已经有一定年纪 上个礼拜四有到数位部去参加政府资料开放专法的讨论 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可能在年底的时候会推出一个开放资料的一个专法的一个除案 然后来跟民间对谈 然后呢可能我们会要成立一个新的法律 所以这个呢 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 协助行政院国防会订的政府资料开放授权 这个授权条款呢 让行政院的二级机关呢 可以用它来提供资料给民众 简单来说 它跟民众说呢 你只要把资料提供出去 那我今天提供给你的资料 你有著称来源的话 你可以合法的去使用 即使拿来做商业盈利也没有问题 只要你有著称来源 那必要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改成CC姓名标示4.0 CC BY 4.0来运用 所以像现在CC BY 4.0 CC BY SA 还有CC 0呢 都是国家定的所谓的甲类的开放授权 也就是呢 行政院呢 鼓励它下面的二级机关 可以使用这些比较开放的方式呢 来提供自己的资料 所以各位必须要了解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时代 有非常多开放性的素材 去进行流通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掌握 怎么去生成的运用 那再加上呢 2022年11月 2022年11月以后 OpenAI公布它第一版本的Trad GPT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很多新闻其实有讲 在美东时间的昨天 那我们其实算今天了 OpenAI呢公布了它们Trad GPT 4.0 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呢 大量的AI生成式方案 在我们的四周围 那当然会冲击到一些著作权 跟学术伦理上面的应用范畴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这个三个小时时间呢 主要就是呢 就这两年多来的一个主轴观察 分享一些重要的著作权 AI应用 还有CE授权呢 大家呢必须要知道的相关资讯呢 给大家 我们的大纲基本上分成四个要点 第一个 我们直接谈AI吧 因为我以前的处理方式可能是 先正本清源跟大家谈著作权 然后呢谈校园的一个教材运用 然后讲CE授权再讲到AI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呢 这个方式已经不灵光了 我们必须要把各位 对AI的一些疑问呢 直接提到第一个部分来正面的去迎战 所以我们先谈AI生成的辅助跟趋势 然后呢不足之处呢 我们再用第二个要点 就是著作权的核心保护它一样 然后呢什么样是合法的二创 有风险的二创呢 然后最后呢 再带到一个整体的一个应用面 第一部分呢 我们直接进入了AI生成的辅助跟趋势 那我今天呢进行的速度呢 难免会有点快 那也是感谢各位的踊跃提问 有52个问题 所以我们呢尽量呢 要点呢都能带到 给各位一个呢 基本的一个寻复 可是在那之前呢 我想分享一下呢 我上个礼拜呢 也有在AIT 美国在台协会的一个创新中心分享的 因为他们问我说 有没有在CE授权上面呢 跟台湾跟美国都有相关的因素 所以我就是想到这个很有趣的例子 我们护照里面有一张CC的照片 这张照片在维基百科上面呢 那是呢摄影记者Joe Revy拍摄的 他用CC性名标示相同方式分享来发布 那它上面写得很清楚呢 那是Washington Washington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华盛顿呢杜勒斯呢国际机场 可是呢大家看了难免会觉得有点眼熟 那为什么会这么眼熟呢 因为以前呢 你搭桃园机集要到机场的时候呢 它显示的照片就是这张照片 那为什么我们桃园机场会用这张照片 因为呢我们桃园机场呢 在盖的时候是跟美国的这个 Washington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致敬 人家怎么盖的我们就怎么盖 基本上呢 他们是完全一致外形上 几乎完全一致的机场 所以那么多年来呢 大家也误会 有的人看到这张照片 觉得他拍的就是桃园机场 可是后来出大事了 他被外交部的外包厂商呢 放到护照里面去 所以大概2018年的时候 我们有55万本护照 开始发新型的护照 护照里面有一页呢 是美国的机场 中华民的护照呢 其中有一页是美国的机场 所以这种新型护照开始发的时候呢 有些人呢 他往返台美了 他大概知道这个典故 所以他就发了这个申诉信 跟外交部提出警告 他就说 这个你们可能要处理一下 这个事情如果你现在不处理以后 可能会越来越大 那一开始外交部认为说 这件事假消息假新闻 但是后来他们因为申诉的信息太多了 查下去呢 他们发觉说 哇 这件事情真的很大 这55万本护照里面呢 确实是美国的机场 所以那时候外交部呢 本来希望呢 动用第一预备金 把这55万本护照销毁 重新致印一批 因为护照是特种文书 造价非常贵 但是那时候在野党已经说得很清楚 你要动用第二预备金 你必须要到立法院来报告 所以他要求外交部部长次长都必须要到 而且必须要听完一整天的一个咨询 所以后来外交部又想到一个 比较有趣的处理方式 他就说 那我们自己的预算可以买贴纸 我们去买贴纸 把这页给贴起来 那基本上我有问外交部 他说这笔护照已经用完了 过去几年 如果你有换新护照 你发觉你的新护照全新的 拿到的时候里面 有一页怪怪的贴了一张贴纸 它背后贴的就是这个 所以今天只要跟各位讲一个重点就是 这是一张CG授权的图片 那你可能觉得CG授权 好像是学术分享 或是说的Open Access Journal的东西 可能它还不是那么普及 但是各位必须要正确的认识 CG授权的素材 跟我们今天要谈的生存式AI的相关素材 其实已经广泛生存在你的四周围 只是你没有特别的去意识去发掘它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例子为引 来跟各位讲 还有刚结束放映的一个热门影剧 这个含剧叫《类之女王》 应该是 因为我没有实意上看 但是是我的学生问我的 那在新闻报的里面 它讲得很清楚 刚下档的韩剧 其实呢 他们已经用生存式AI来做布景了 它的动人心弦的一个学景 其实都是AI生存的 甚至有一些赶车飙车的一个场景 也都是用AI生存的 所以各位必须要了解 这些其实在你生活的四周围 只是说你不一定认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碰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很多的同仁 学员或者老师 都会有这个疑问 AI生存的方案既然这么方便 那生存的东西我可以拿来用吗 那生存出来的东西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权利保护 什么样权利保护 算谁的 那今天呢 我交课堂报告 学校报告 我说拿来投期刊 或是投新闻报纸的稿件都没有问题吗 所以第一个问题 小张姐 我们先回各位了 AI运算的结果到底有没有受到 自作权权保护呢 我直接老当跟各位讲 可以有 但是你要有个前提要件 你一定要人在前在后布局 AI作品要受到自作权保护呢 它必须要有人为创意的注入 不管人为注入在前 还是人为创意修润在后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交代说 这件事情是人参与去做的 如果是全然机器自动生成的话 那现在各国的著作权法跟司法判决 一致的都同意 它不能主张任何的著作权利 所以今天呢 如果是机器自动生成的东西 没有办法受到著作权保护 但是呢 今天如果人为创意在前 或者是说你让机器先产生 你之后呢再去修 所以这是一个会师呢 他跟他美国的聘估公司呢 跟他们的法律师所讨论之后的 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影片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基本上呢 他就是受雇一家美国公司 那他也很清楚说 你现在给的这个价金呢 我会用AI来产图 那会打倒你需要的标准 但是到时候你会不会付钱给我 这能不能主张著作权 那这个美国公司也是说 我们跟我们的法律事务所讨论过了 台湾的状况我们不太知道 但是至少在美国 这个著作权是会产生的 那我可以跟各位讲 其实呢 他这个利润基础在台湾也是存在的 所以简单的你可以看到他左边呢 他说我先素描了 描了一个图 那右边呢就叫AI去帮我填 我今天呢可能要他们是日本的脸孔 韩国的脸孔 或是所谓的亚洲人的脸孔 或是哪个地方人的脸孔 所以我填了一个素描 然后指定它的性别 那右边呢再叫AI去帮我填图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人为创意在前 机器修认在后 所以呢至少一个环节 它有人为创意的注入 所以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 好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资料呢 像图片或文章呢 让AI去修去认 我是不是呢 还是能主张这是我原创 还是呢 我过了AI以后就失去了著作权 那今天呢 如果我请ChadGDP帮我修改英文句子的文法 他说基本上还是我自己写的 但是呢 毕竟呢 那不是我的native language 那不是我的原本的语言 所以我今天可能要投稿之前呢 自己把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请ChadGDP帮我修正英文的一个句子的文法 那今天我把这件事去投期刊 或是出书 或是有著作权的余虑 第一点我先跟各位讲 其实依照著作权法 你只要有人类创意的注入 这个注入者呢 就有资格主张自己是作者 所以呢 你用自己的资料呢 图片文章 用AI认识 你只要证明在前在后 你的创意注入到底在哪个环节 你是有机会主张自己是作者 那第二个呢 如果你请AI协助你的 是一些事实性技术性的修论 其实原则上不会影响到你作者的认定 说白点 你今天让人家帮你校正文法 你找外面的翻译社或是找AI 大家都作者上面的一个解释 跟立场是一致的 就是外力来帮你 但是他帮你的是正确与否 对或错 或是常用不常用 那是一个所谓的知识的传导 那所以今天呢 并不会妨碍原来写文章的人 主张这篇文章是他的作者 但是我这边特别要提醒你就是 其实呢我们最后也会帮你做一个总结 其实用生成事AI原则上 不会影响著作权的存在与否 但是重点是你今天如果要投考或是出书 你必须要配合你的投考规则或竞赛规则 这个竞赛规则到底不在否定你的著作权 而是在于维持一个公平性 所以今天呢如果你要投期刊 必须要刻意的特别去注意说 这个期刊是不是呢 有一些行为的一个规范要求你 如果你用到生成事AI用到什么范围 你必须要主动揭露 事实上现在主流的期刊呢 都已经做这个处理了 所以今天呢 直接寻付各位 用生成事AI辅助的相关文件呢 其实呢只要人类精神注入 你还是可以组装著作权的 但只是你后续续用呢 必须要看你使用的场合在哪里 那那个场域呢 有没有特别要求你进行标注 所以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跟各位讲 AI跟人的互动 你就比较把它变口语化 基本上三个关系 一个叫工具 一个叫辅具 最后一个叫悲具 工具的意思是 这个AI呢 是我的绘图笔 它欲步欲区地 接受我的指示 来绘图 来写文章 它只是一个代行的方案 所以今天说实在 如果有人呢 他身体已经残缺了 身杖 但是呢 他的意识非常清楚 像之前的霍金 基本上已经不能打字了 可是呢 他可以用讲的方法 让那个所谓的软体系统呢 把他讲的东西 给呈现变成文字 跟别人沟头 事实上呢 如果你进一步了解 他相关报道 他用的那个自然语言的分析模具 本来就有一些AI的辅助 所以一些字辨识不清的时候 他会去组对这个当事人 之前讲过的桥段 来选出最适合的字 所以今天呢 人类用AI当成一个纯粹的工具 这时候依照著作权的立场上 创作者是取得完整的创作地位 AI只是一个工具 那现在呢 有一些交流的状况产生了 辅具 辅具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发觉 有些东西确实是机器自动生成的 但是机器自动生成以后呢 你还有人为创意的一个注入 我最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摆在面前呢 有20本论文要看 或者是说我现在叫AI机器人呢 上网帮我找说 我要写一个题目呢 就跟生成室AI有关 请你帮我找呢 目前呢 生成室AI的一个评论方案 那跟各国法律规范有关的论文 20篇帮我找出来 就是你觉得点阅率最高的20篇 找出来以后呢 请你先帮我阅读 然后讲出这20本论文的一个要点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 你是用一个广泛性的指示 让AI依照它学习的一个资料 跟知识分析的图谱 帮你做出重点 这时候呢 我们大概必须要承认 这时候AI不是单纯 一步一驱 接受你指示的工具 所以它进行到一个辅具 辅具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最后生成一个作品 你可能还是写出一篇评论的文章 或是完成你的硕士论文 或博士论文 可是在过程中 高度依赖生成式AI方案的所谓的自动分析 或办自动分析 这个时候呢 几乎所有的学术典范都要求说 你这个协力关系呢 你必须要很清楚地注明出来 因为呢 你能写出这篇文章呢 并不是完全的依照你 从头到尾都可以掌控的地位去做处理 所以你必须要注明你使用AI生成式方案的协力关系 诚信地接受这个竞赛规则 或是所谓的期刊投稿规则的评价 那最后呢 悲剧 悲剧的意思是 其实也不是悲剧 我们只是特别强调说 有一个这个可能超过你想象的一个结果 今天如果呢 你跟任何的一个审查单位 不管它是行政组织 或是司法的一个单位 或是法官 检察官 你只要跟他讲说 这个东西是我产出的 可是我下了指令以后呢 基本上我不知道他会画出什么东西 或写出什么东西 只要你讲出这样的话 那基本上几乎所有的评鉴标准都是说 你产出的东西呢 是不能主张著作权力的保障 因为呢 你永畅者下指令的人呢 你对他怎么去做所谓的文学的表达 艺术的表达 美术的表达 没有任何表达的掌控能力 这是我们在第二章节要跟各位讲 作权保护的核心呢 是著作表达的形式 所以既然你不能去掌握这个表达形式 那其实呢 涌畅下指令的人呢 没有办法主张相关产出的著作权 所以我的重点呢 这么多年我们在讨论著作权 有个重要的理论 大家必须要知道 在著作权上面呢 有一个简单的slogan叫 美学不歧视 只要是人作 这是我请AI帮我画的图啦 我就下一个指令说 仿林布兰的画风画一幅美丽的凤梨 那这个呢 我是说反古的画风呢 画一张很丑的番茄 其实我觉得它不丑啦 很有特色 但是不管我怎么下指令呢 它总是画不出来很丑的东西 这我常常解释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呢 因为一个人的画画得很漂亮 就觉得呢 这应该有三百年的著作权力保护 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人呢 你觉得他的画很丑 就说呢 这不要保护好了 或者保护三年就好了 因为美丑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主观的 所以著作权呢 在判定这个东西受不受著作权保护 它只判断人类创意的注入 有或没有 Yes或No 如果是人类创意的注入的成品 文学 艺术 美术的创作 它就受保护 但是今天如果从头到尾呢 都没有人类精神的注入的话 那它就不受保护 所以著作权呢 没有在评论高或低啦 因为高或低是非常主观的东西 所以这叫美学不起事 那这张照片呢 也流传已久啦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新时代的意义 我最常开始讲它的时候呢 生成师AI都还没有那么 popular 这应该如果没有记错 也是2018年2016年以前的事情 如果你以前没有看过这张照片 你现在才看到呢 很多人会推定这应该是AI生成的 因为你很少看到猴子笑得这么开心 但是它不是 它有一个专门的危机条目来说明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呢 拥有者是Mr.Slayter 这是一个美国的野生动物的一个拍摄的一个人员 他到印尼去出外景 那在他的一个字述里面说呢 有天中午他在吃热药三明治的时候 猴群产生嬉闹 然后呢 引发他的注意力 然后呢 等他要去看猴子在闹什么的时候呢 另外一批猴子呢突然呢 从隐藏之处冲出来 把他放在桌上的这个照相机给抢走 然后或者是抢走照相机以后呢 那就先尽量甩开这个人类 然后等他们有空闲时间的时候呢 就你拍拍我我拍拍你 最后呢底片都拍完以后呢 就把照相机丢在地上 Mr.Slayter先生后来有把照相机找回来了 那找回来以后他发觉有些底片还没有完全曝光 他就试着把它洗出来 洗出来以后呢 他非常的喜出望外 因为以他的经验来说 这批照片呢 他自己一辈子都拍不出来 而且基本上呢 也大概不是什么人类的摄影师拍得出来 因为野生动物的五官非常敏感 你就算是隔得很远的距离去拍摄它 事实上他们都知道你才监视它 那只有他们完全放下心房的时候呢 自拍 所以才可以显露出呢 这么开心顽皮的这个表情 所以这批照片呢 早期呢帮Mr.Slayter呢 赚到非常多的财富 欧洲跟美国专业的野生动物旗干 都付费取得来进行刊登 但是后来呢 有人把它放到维基百科上面 斯特先生呢 是又请律师寄警告信到 维基百科德国的法务部门 但是他没想到维基百科在欧洲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 国际研讨会完了以后呢 把这个结论寄给他说 我们分析的事业上呢 主要七个国家的著作权法 那包含呢 你的母国美国的著作权法 他说你们的美国呢 第一条就写呢 我们保护human beings的精神创作 人类 他说这位先生呢 从各种立场呢 我们都不敢说他是human beings 所以他说今天呢 如果你主张这张照片是你拍的 然后我的会员在未经理许可的状况之下 把它放到维基百科进行公开传输 这确实是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我们会在你的警告信到的时候就把它下架 但是由于你在公开场合上面呢 多次反复的说明跟证明 这张照片是猴子自己拍的 他说他的价值就在这里 但是呢 他不能被下架的问题也在这里 因为呢 今天这个警告信是你寄的 不是猴子寄的 所以词勒先生后来有在美国 进行正式的司法诉讼 但是呢 到了中审法院呢 法官的立场也跟他讲 我的立场跟维基百科是一样的 他说因为我们美国的立法者 去订著作权的时候呢 确实呢 就是指要求保护人类的精神创作 立法者呢 没有要求的 我们司法审判机关呢 不能代替刨除 去扩充这个法律的解释 所以他最后是败诉的 那为什么说呢 在AI时代呢 这个判决又有一个新的时代意义 去年呢 他被美国哥伦比亚呢 一级省的法官引用了 今天这个AI画作呢 AI画作有没有受到桌子权保护 他说我就直接引这个啊 猴子自己拍的照片都没有 那为什么机器人自己画的就有 所以他说这两个案子 同样的状况就是 完全没有人类精神的注入 所以呢我们当前的著作权法 全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 基本上只保护人类的精神创作 所以AI的画作 所以AI的画作 刚刚跟各位讲 AI自动生成的方案 不管你的output怎么产出的 只要你没有办法 事前跟事后哪个环节 人类精神的一个辅助跟注入 他是没有办法主张著作权的 那事物上呢 我们可能还问一些问题 说好 那我可不可以用AI生成多个作品呢 我之后再去拼凑嘛 可以啊 如果你拼凑过程呢 有创意表达的话 我们刚刚有跟各位讲 前或后 你必须要证明在哪个环节 有人类精神的注入 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典型的 就叫编辑著作 规定在我们著作权法第七条 就是资料的选择跟编辑 具有创意性 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编辑著作 编辑著作呢 也是著作权保护的一个形式之一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你 在各国的一个司法判决 他们也点出来说 你编辑过程要有编辑性 简单来说呢 各国的司法判决 现在会告诉各位 你纯粹是依照你发现的顺序来编排 或是依照精度纬度来编排 这些其实只是所谓的资料整理 纯粹的资料整理 并不会构成编辑创意 所以你必须要告诉人家说 是AI生成作品 然后我再另行拼凑 拼凑的过程中 你依照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 来进行编辑 那这个问题问的是 AI的创作有可能会完全相同吗 其实是这样子啦 邏輯上是有可能的 但是今天如果 AI生成方案越来越成熟 你会知道呢 基本上不可能产生 完全一致的产出 因为今天呢 生成事AI其实就是呢 它演算资料越多 它产生的变数就越多 所以初期的方案 你可能下相近的prompt或指示 它产出来的东西是类似的 但是当它呢 取得资料量已经大到某种程度的话 这件事情是不太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实际呢 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举 2023年在美国的一个 行政上面的一个实例 这不是一个司法判决啦 它是美国做主权办公室的一个判断 AI生成的图像呢 这一张一张图 不会直接受做主权保护 简单来说呢 有个会师呢 它用Mid Journey呢 去生产的大概呢 三五百张的一个画 然后呢它把这个画呢 留下它需要的 就是重新拼凑 留下其中70到100张 然后把这些呢 编辑成一个画册 然后依照这个排列顺序呢 看图说故事 写上旁白 变成一个故事书 所以它跑去呢 跟美国做主权办公室说 我想要登记我的著作权 那各位必须要了解 著作权呢 依照博恩公约 是创作保护主义 它是不需要登记的 就可以生效了 但是呢 很多国家呢 它还是会保留一些 证明性的登记制度 美国 德国 日本 中国大陆呢 都有它的登记制度 所以今天并不是说 你的著作权要登记才生效 而是说呢 你的著作权公开发表就生效了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重点保护它 你可以去找一个国家机关呢 去登记它 那顺便跟各位讲 中华民国的登记制度 已经取消了 因为我们的智慧局呢 觉得这是额外的业务 所以收了归费呢 也很辛苦 所以他们已经把它删掉 所以今天你在中华民国 要登记著作权呢 没有 没有地方可以帮你登记 你只能找一些公立的 财团法人呢 发所谓的财团法人的 一些民间的证书 但是智慧财团局的 已经把这个业务给拿掉 但无论如何 在美国他们是登记的 所以呢 登记的官员就问他说 好 关键的要点是 你跟Mid Journey去下这个Prompt 你知不知道他产出的图 长什么样子 那Chris呢 他也很坦白的回答 他说没有啊 我就 我就下了一些风格 然后他产出前路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画出什么 所以呢 他们的官员就说 那是这样 人类的精神创造 作者必须要对产出的形式 有实质的掌控能力 所以今天你既然已经回答我说 他会产出什么图 你也不知道 所以这一张一张的图呢 我没有办法帮你登记 因为那是机器自动产生的行为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一张一张AI自动画出来的图 就像猴子的自拍照一样 不是人做的 所以呢 不能登记著作权 但是他也是说呢 但是呢 你把本来不受保护的东西呢 重新拼凑 然后按图说故事 那整本画册呢 我可以帮你登记成编辑著作 那编辑著作就是 它的编辑性是受保护的 所以呢 如果人家拿你这本书的 所谓的实质 substational part 实质内容 那一般来说就是 这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超过这个幅度呢 就会产生对编辑著作的侵害 编辑著作产生侵害主要是 你已经拿它的实质部分 资料及资料库 在欧盟的资料库保护指令 基本上也是走这个态度 所以他们的著作权办公司是说 这个书我可以帮你登记 所以人家整本照抄整本照印 你当然是可以告它的 但是你必须要清楚 因为这一张一张的图 是机器自动产生的 所以这个呢 如果有人只是引单张 引两张 引三张 那这个部分呢 你是不能告他著作权侵权的 所以回归一开始 我们跟各位讲 AI作品要受著作权保护 你要人类的创意注入 人的创意不管是在前还是在后 你至少要能够注入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可能又会有这个问题 说人类精神的注入 那我要注入多少呢 顺便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是说 好 纯AI创作呢 没有办法享有著作权 我们大概了解 但是稍微人类调整 以后呢可能会享有 但是在法界有没有共识 就是说 我们的创意注入的比例 大概要多少 才可以享有著作权 但是譬如说我们也在推定说 抄袭大概是抄了多少 是不是有这个比例 那有没有这个比例呢 可以参考 所以第一个问题是 纯AI不受著作权保护 人类调整以后可能有 这个法界有共识 我简单跟各位讲 法界应该是有共识 因为 过去三年以来的 司法判决都是这样判的 不管是美国 法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那今天我们会提出一个 唯一的 认为 AI产生的 画作有保护的 就是在 中国 北京的 互联网法院 在去年年底 唯一一个判决是认为 AI的画作 有某种程度的 作权保护 但是那个案例 其实跟通说 不会产生探格 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 他的实力的讨论 所以 纯AI创作 没有著作权 人会调整以后可以享有 这个其实在各国司法实务 是没有反例的 是有共识的 所以先跟各位这样讲 那再来呢 问题就是说 人类创意的注入 有没有说比例的限制 或是比例的要求 没有 必须要跟各位讲 我们刚才跟各位讲过 美学不齐事 所以呢 人类创意呢 就算只有一趴 只要呢 你能起到 画龙点睛的效果 这个所谓的人类创意注入 就已经达成了 所以这一年来呢 我发觉说 这是一个还蛮好的例子 这个画作是纳函 它已经不受著作权保护 因为它已经超过上百年了 所以人人都可以用 左边这张图 那你把右边 中间这张图呢 就稍微把它调亮一点 这也不会构成创意注入 这其实只是 让它看得更清楚一点 但是最右边这张图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左下夹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东西 它出现一支摔坏的iPhone 好 这个呢 是一个含义的美国会师 他很喜欢开iPhone的玩笑 在他的画作里面呢 有大量摔坏的iPhone 所以呢 他就开玩笑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呐喊 因为他的iPhone摔坏了 对于当代人来说 智慧型手机很重要 你的手机摔坏了 有时候呢 不能搭车 不能行动支付 甚至呢 忘了自己的行事力 不知道几点要去哪里上课 所以他的手机摔坏了 他开始尖叫 所以今天呢 在作作权上面呢 最右边这张图呢 已经构成一个衍生著作 各位必须要了解 作作权呢 它讲的是一个 所谓的创意的起点 过了那个起点 创作就产生了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 单纯劳悟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 画龙点睛妙觉点好 所以有时候呢 只是改了一个字 其实那个特别的 一个艺术表达就产生了 所以像这种状况之下呢 AI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用AI的素材 它不是要保护的 但是呢 你把它稍微修润 达到一个画龙点 人类精神注入 然后产生一个特意的表达 这个表达是会让人欣赏 那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受作权 保护的画作 所以这个并没有所谓的 我一定要注入多少范围 但是至少一定要有 那这边问题是说 AI生成的图像 我们可不可以用在商业行为的 一个行销上面 所以如果用AI 产生了很多图 有些书生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这些东西出书 今天第一点呢 你如果用的生成式方案 有额外的契约限制 那另当别论 但是呢 如果你用的生成式方案 没有契约限制 AI生成的图像呢 你可以用在任何合法目的上 那再来就是说呢 你要把它编辑成书 编辑过程具有创业性 你当然可以主张 这个书是一个编辑著作 这我们刚才给各位看 我们做选法第七条 就资料的选择 跟编辑具有创意性 为编辑著作 以独立的著作保护之 所以今天的资料本身 可能就不受保护了 但是资料呢 不受保护的东西 你只要选编呢 具有创意性 它可以产生一个新的编辑著作 这在美国 在台湾都是一致的 那欧洲 它甚至有个特别的资料库 保护指令 来保护编辑性的资料库 所以我们刚刚跟各位讲 使用AI参与学座 基本上工具、辅具有三成关需 工具就是说 我单纯只是意识它 那今天当然呢 这个作作权 会归于我所谓的意识的人 所以我用AI圣图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 prompt 是 人手持AI当绘图笔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把AI 只是单纯 当成个工具来使用 那这个作作权当然属于这个人类 那辅具的意思是说呢 其实AI有相当的自主性 但是呢 因为有人类精神的注入呢 不会妨碍这个作品呢 后续呢 不能产生著作权 但是呢 基本上 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要求说 如果是AI的这种协力关系呢 你必须要去注明 所以我们今天升了一张图 其实就是呢 人假仿AI当辅具 可以翻山越岭 意思就是说呢 你跟机器人之间呢 有个互相合作协调的工具 有时候是你带他 有时候是你稍微呢 不要让他像拖枪爷爷马一样约束他 但是彼此之间有个拉扯 互相讨论的一个状况 这是把AI当辅具 那各位必须意识到 如果是这种状况 几乎所有的学术期刊的一个投稿 都要求你必须要注明 这样的一个协力关系 那另外一开玩笑是悲剧啦 悲剧就是说 我做了很多的工 可是最后的东西呢 是不受诸作权保护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 AI的表达 当然原则上产出就不受 诸作权力保护 但是呢 那倒也不是那么消极 有一个趋势就是说呢 现在很多AI的素材呢 它可能透过一个特别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它会特别登陆它的使用条件 意思是说呢 我们大概也知道 我们用AI唱出来的这些东西 是不能组装诸作权的 但是毕竟是我唱出来的 所以今天呢 我愿意让你接近到它 愿意让你去用它 我会定个额外的一个契约条款 意思是说 你同意我的会员条款 你同意我的契约条款 你才来下载我的东西 当然这个契约能发挥到 什么效益 我们不知道 但它至少有一个所谓的 司法契约额外所谓 气定的一个拘束力 所以这是一个悲剧的图 无法控制的AI 所以今天回到呢 应用面的问题 今天有非常多生成式AI 我们可以用了 那这些AI平台 未给你的到底是哪一种 是悲剧 辅剧 还是工具 所以基本上其实要看 你操作者对于AI 产出的output 在表达形式上的掌控能力 如果呢 你具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其实北京互联网的那个判决 大概法官的意思是说 它可以介于这两者中间 北京互联网那个方案用的是 Stable Diffusion 那一开始其实法官也认为说 你这个AI产的图 不受作全保护 但是呢 在他网路即时停讯的时候呢 这个原告呢 他确实在法官面前演练说 我怎么去改变参数 怎么去勇唱 我就知道他会唱出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他试了好几次 直接对Stable Diffusion 下指令呢 画出十几张图 这十几张图 确实是有近视性 所以法官认为说 好啦 你确实是把AI当工具用 所以也就是说 你勇唱者 对它产出图像的表达形式 具有某种程度呢 稳定的掌控能力 那这时候呢 他就没有办法完全否定 这个下指令勇唱的人 他的所谓的 对AI的控制程度 所以今天呢 控制程度越长呢 你可以说呢 这个AI只是我的工具 或者AI是我的辅具 那相关产出 有人类创意做一个基底 它是可以收出全保护的 但是呢 如果你确实不管谁问你 你就说 我真的不知道它跳出来 会是这个样子 事情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那结论就是 这个素材呢 是不受著作全保护的 那接下来扣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好 这么多生成式AI的平台 这么多的服务方案 产出来的东西呢 到底算谁的 事实上你会发觉 不管我们去看Meta的服务条款 就是Facebook的LAMA相关的 有一个服务条款 或者是说呢 我们去看Amazon的生成方案 我们去看所谓的Github的 服务方案的Copilot 或是OpenAI的ChatGPT服务方案 其实多数的AI平台呢 整理起来呢 就是这五个特点 第一点它会告诉你 我套给你的东西呢 我并不主张著作权 它不主张喔 那第二个就是说 好你要你就拿去用 你要主张呢我不妨碍你 但是呢我只要求说呢 大家不要骗人嘛 因为可能受到我们这边 国家的一个行政指导的 一个规范 或者是说我们也担心呢 你拿去骗人 产生后续的所谓的 民事行事责任 然后呢大家怪到 AI的服务方案这边来 所以我告诉你呢 我们对于你额外的契约要求之事呢 你拿去以后你要注明呢 是用我们的方案 用AI方案产生的 这件事情你必须要讲 然后呢所以后续的责任呢 你自己去承担 他说因为我不主张权利啊 我跟你讲你要就拿去主张 所以呢你主张以后后续责任 你必须要去担付 然后呢通常呢这种巨型的AI方案 还会再加一个限制条款 就是说虽然呢我不限制你任何使用 但是呢通常我会提醒你 违法的事情不要做 违反国际法的事也不要做 然后呢不能跟我产生敬业 意思就是说我提供你这么好用的东西了 今天如果你滥用造成我的事业 他说我AI方程服务方案 其实就是要造成广泛的一个商业模式 所以今天呢如果你的利用方式呢 跟我呢平台的一个商业发展有不利影响 我这边是有一个保留条件 这是个额外的契约限制 告诉你不能做那个事情 如果做那个事情呢 我会对你提出抗议 然后说你已经违反了我们的使用条款 所以基本上几乎所有的AI生成式方案 统合起来都有这五大要点 社会名举呢 Microsoft提供的影像生成方案为例 他的体验条款也讲得很清楚 所有产出来的东西呢 Microsoft不会主张所有权 那但是呢也不提供任何的保证担保 如果出了事情你自己去承担 所以有大家提出来很多问题 像这个问题是说 AI生成影片或剧本呢 这个租权是属于谁的 第一个 那再来是不是有任何版权侵权的问题 第一个好了 就直接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的是人家生成式方案 去产出剧本或影本 那其实这些工具平台原则上呢 他是不主张的 他说你要就拿去 拿去就是你的 但后来出了什么事呢 你必须要自己负责 然后你用我的生成式方案 产生的话 你必须要注明是我的AI生成式方案产生的 然后呢不能对我这个平台的商业发展 产生影响 基本上呢他就是这样要求你 但是呢如果这个生成式影片剧本 到底有没有著作权 第二点就是 你必须要证明你的创意在哪里 所以呢你的诗述者 勇唱者 你的创意如果呢 能证明是有人类创意的注入 那主导这个影剧的独特艺术表达 你可以说这东西是你的著作权 那会不会产生著作权群权 就是要看你怎么用别人的作品 等于是我们在后面有个大章是跟各位讲 如果你用别人的著作权的素材来运算 有时候确实是会踏到别人的线 但是重点是著作表达 讲白点就是如果你承袭人家素材的一个表达 你必须要尊重它 但是呢如果你完全不依赖原来著作的表达 产生一个所谓的抽象点的演算法 那基本上目前的著作权法呢 是不会去禁止这样的行为 所以这个问题是说 AI生成的图片文字声音或是档案 我们把它拿来做教材 放在YouTube 放在数位学习平台 甚至出版成教材 会不会违反著作权 其实你可以稍微安心 多数生成平台呢 都不会主张任何的权利 所以今天呢 只要它生成出来的东西呢 跟第三方的著作没有相似性 那原则上没有著作权群权的问题 但今天就怕说呢 它带有他人著作的独特表达 我们等一下在素双案的时候 会跟各位讲这个真点在哪里 所以今天呢 原则上你用AI生成式方案 不管哪个公司提供你 它给你的图片文字声音影像档案 其实呢它的契约条款呢 没有拘束你做任何的使用 你要拿来做教材或数位演播 是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说我必须要讲 你要著称是AI生成的 然后至少不要是这种的 好 我直接跟你讲 好 我直接跟你讲 你今天如果是说 请你帮我绘图 我要把那个七龙珠 画成晋级的巨人的画风 他有帮你画的 那这个其实我是觉得好笑 他是说这是Leonardo Pikachu 直接用勇唱说呢 Leonardo Dicaprio 但是很多人会开玩笑说呢 有时候会翻译错就是Leonardo Pikachu 所以呢 就有人用AI勇唱说 好 如果把Leonardo跟Pikachu 结合起来 他会讲什么样子 那这个呢 这应该是宫琴俊画风 就是如果把七龙珠 他的这些重要人物 为AI让他会成说的 宫琴俊峰 所以今天说实在 这有两层意义 第一点就是 你用这些AI生成方案 产出的这些图 其实这个AI生成的平台呢 他是说 我不主张注入权 你要就拿去喔 但是因为呢 你要的东西 其实是套用第三方的风格 第三方的风格 会不会呢 变成是他的衍生表达 会不会构成他的改作 他说这个东西我不聚保喔 因为我们是忠实 依照你的要求 来做个演绎 所以当你拿去以后 出了事 譬如说吉普利工作室 要告你的话 他说好 那跟我无关 就麻烦去告这个 下指令的人 跟应用的人 所以我才跟你讲 有两个层次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拿AI的方案 帮我们生成出一些素材 其实这些提供方案的人 他并没有主张权利 就像缺的GDP 或是co-pied AI 这种东西 他告诉你 我没有主张所有权 但是你后续用呢 你必须自己去承担责任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 大概就比较符合 就是如果你叫他 帮你画花鸟 这些自然界会形成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人 会去主张这些素材 特别的权利 但是今天 如果你要他仿做的是 一个已经知名的动漫IP 那他的著作表达 还是会被衍生 到最后画出来的 所以原来的这个会师 原来的这个工作室 会不会找你麻烦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并不会跟各位讲说 这件事情一定有问题 或没问题 我现在先回应的就是说 这些AI生成方案 其实呢 都不会找你麻烦 但是今天如果你在用训练 或者是生成产出的过程中 跟人家第三方的独特表达呢 高度近似 那就是另外的case 所以这就是实例 就是各位知道 画出来的东西 还是会跟一些著名的IP是相近的 那第四点呢 生成式AI呢 在法律上面呢 目前的进展到哪里 简单来跟各位讲 AI目前还是没有专法管理的 它可能归于很多的法律 直接冲击当然就是著作权法 那但是呢 著作权法 我们等一下在第二章 会跟各位讲 著作权的核心呢 它保护是著作的表达 不及背后的概念 所以是目前呢 这条线非常模糊的原因 那各国政府呢 目前都有到立法讨论的阶段 应该是说呢 各国政府用一些所谓的 行政指导的方式 建议你AI应该要怎么用 但是还没有立法 因为立法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法律呢 它立了以后呢 你就不能随便改 法要有安定性 所以今天呢 必须是局势方向非常清楚 大局已经底定 我们才会用法律的方式 来处理事情 所以目前AI呢 从2022年呢 突飞猛进的一个增长到现在 当然它已经影响 我们到生活四周围 基本上各国的共识是 专法是一定要立的 但是呢 到底怎么拿捏 这个变动性还是很大 但是确实各国政府 现在已经进入立法讨论的阶段 如果特别跟各位介绍 这个欧盟人工智慧法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ors 这个法律呢 其实我很想跟各位讲 它今年会通过 但是它去年就这样讲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 它会不会再变成放养的小孩 但是原则上应该是 今年会通过 因为至少呢 它的立法进程是 去年在耶诞节以前 它已经经过了三方会谈 欧盟职委会 欧洲议会 还有各个组织成员的代表 都已经进入了三方的会商 所以它的大局已经底定 欧盟人工智慧法呢 它的管理框架其实也蛮清楚的 就是说呢 有个重点就是 我们把人类的行为 人类可能用AI来进行的行为 分成四个风险等级 那一个是不可接受的风险 另外也是高风险 次质是低风险 最后是为乎其为的风险 所以它说不能接受的风险 那就是立法禁止它 那今天如果是高风险的话 公务机关必须要去监管它 低风险的话 就是各个行为呢 自己揭露 那维护其为的风险就是 你要偷漏就偷漏啦 你不偷漏 我们不会说这件事情不对 所以简单来说明确禁止是什么 不能让AI机器人 直接控制核能电厂核子武器 因为怕担心就是变成SkyNet 就是各国互相发射核子战 人类就消失了 所以这种呢 大规模的重要名称经济的设施 不能直接让AI来转控 那至于高风险呢 也不难理解 比如说呢 高速铁路捷运 或者是说我们的高铁 它班次的一个调度跟监理 这个其实呢 用AI来做呢 可能会比人来做的反应速度更快 各位可能有注意到一个状况就是呢 这几年在核融合上的技术上面略有突破 那主要就是因为核融合的时候 很多的变数不好控制 但人的反应速度没那么快 但今天如果你用AI的方案的话 AI反应速度其实比人快 所以某个程度呢 大概呢 在变数在产生的时候 可以做相应的处理 所以这种东西呢 是可以靠AI 但是它必须要有公务监管 意思就是说呢 未来如果台湾高铁 有用AI来做班次的调度 那它的伺服器里面呢 必须要开放呢 给交通部一个账号 跟相关的一个地位 一个privilege 可以去监管你 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把你的一个城市呢 稍微把它关机或是重启 所以这叫公务监管 那今天呢 在欧盟这个人工智慧法 进行三方会谈以后 它的局势就更清楚一点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后续相关的问题 我们有朋友提到这个 那刚才提到 欧盟人工智慧法的一个框架 其实我觉得 蛮有彼腹圆影学习的一个立场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目前的进展都照这样 所以我先简单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次呢 欧盟的做法呢 有很重点就是 他们要建立专责的监管组织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就像他们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例一样 GDPR 他们会有一个中央的一个GDPR 就是各自保护机关 然后各国呢 会有派出机关 所以这个机关呢 意思就是说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交通违规 是因为我们呢 我们还没有交通规则 那现在我们先建立所谓的交通大队 那交通大队呢 就会出去执勤去查 有没有哪些违规 所以它设立一个专责的监管组织 然后呢 它要查的对象呢 不是一般人 它要查的对象呢 就是呢 Microsoft呢 或是像Meta 或是像所谓的OpenAI这样的大公司 意思就是说 你有提供AI生成式方案 来进行商业的服务行为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变成监管单位的 被监管的一方 那这个监管组织呢 可以去查你的这个business 然后呢 要求说 好 你拿哪些东西来练AI 你怎么练的 你基础的训练模型 你必须要让这个查查机关知道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刚才有讲的 它主要是风险分析的意思是说 哪些事情可以做 哪些事情不能做 然后呢 相关的记录要有 所以呢 它查的时候也会说 你现在AI到底你的客户到哪里 那相关的一个服务呢 是不是有涉及到这种所谓的 法律保留的一个事情 那今天呢 如果查到呢 也就是说这些大公司 AI生成方案的提供公司呢 违反国际法 违反基本人权 或是违反 欧盟各个国家的一个相关法律 它就是开罚单 那它的做法 那它的做法其实呢 跟GDPR也很像 基本上一张罚单最严重的 可以到这家公司呢 它一年的年度的获利 就是存净利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有三分之一的收入 可能会被剿酷 所以这是欧盟人工智慧法的 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三方会谈 你说有些细节还在讨论 那主要现在讨论就是说 好啦 要去查这些公司 那公司呢 被查的时候给的细节 跟反应速度反应时间 什么时候是合理的 目前这个还在讨论 因为这些公司也很怕说 你如果突然呢 要来 我准备资料不及 然后后来就被开罚单了 所以这些细项的东西呢 目前还在磋商 所以这边呢 我们这次讲座 朋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 好啦 我觉得AI管制有没有必要 那如果是必要有哪些可能法 我直接说啦 我觉得现阶段是有必要的 因为人类的一个历史模型 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烟酒专卖事业 有些专卖事业是因为获利很大 有些专卖事业呢 是因为影响很大 所以以前酒我们是不能私酿的 以前是烟酒公卖 所以这种专卖事业呢 特许行业呢 我们历史在法治上面呢 就是会所谓的专管 那现阶段呢 大家对于AI能做到什么事 会影响什么事呢 还是有带有高度的怀疑跟警戒 那甚至大家确实也知道啦 它影响的层面非常大 Dick Faking这些东西 OpenAI的执行长有讲喔 他们其实一开始叫OpenAI 但是现在其实他们没有真的 Open Source 他们没有真的开源 它的核心模组完全是不开源的 它只有一些所谓的API Application Program的 interface 只有这个东西是开源的 所以它只是协助各方面 可以借接它的AI服务 但它的核心运算模组是不开源的 那OpenAI的立场是说 因为AI太powerful 我们今天如果把它开源的话 所谓的开源呢 就是不限使用对象 不限时间 不限地域 不限范围 也不限目的 所以我们真的把它开源以后 他们的立场是说 担心有的人 把这个东西拿去为恶 这是它的立场 但是我们也知道 很多大自然语言模型 其实是开源的 所以无论如何呢 AI是个非常powerful的工具 那现在呢 大家还不知道它的底线到哪里 所以呢 初期呢 一定是用管制的方式 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欧盟的做法就是说 我倒也不是管你一般人 我是管你服务商 讲白一点就是 就像抽烟一样 你大概没有办法管到每一个人 虽然我们有烟害防治法 大家知道了 其实公开场合抽烟是犯法的 但是你什么时候看到呢 有人成罪的 因为一来不好抓 二来其实比例太广泛 所以通常在这种管制行为的时候呢 直接去管烟商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你会看到呢 欧盟的人工智慧法呢 第一个呢 它要管的就是提供AI服务的这些大公司 我从源头去告诉你呢 你必须要把资料报表准备好 我要查 那查的不仔细 我就要你改正 所以呢 巨大风险事物是应该要管制的 初期 一定会管 那接下来怎么去远辨 我们必须要再观察 那这边的问题是说 想要知道AI生成呢 在目前政府法规上 有没有实质的保护原创 著作权的最先法规 没有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这很两难啊 从艺术创作的立场 或是所谓的文件的一个创始者 或是新闻平台 他们会觉得 你拿我的东西去练AI 你应该提供我一些分论 但是各位必须要了解 有另外一派的主张呢 他们会影响政府施政说 人类整体的文明一起往前进 是一个大趋势 所以如果任由这些新闻平台呢 有太多的著作权的延伸的保护 那其实大家不会进步 所以它是呈现两个力量在拉锯的 所以今天是这样子 各国政府确实有在讨论 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拿别人的资料来练AI 如果做作权的话 有一个我们等下会介绍的合理使用 有些国家呢在讨论说 合理使用里面 是不是要增加所谓的特章 或是特别条款 告诉你在怎么状况之下 原来的做作权的人 必须要忍受他的素材 被拿来练AI 甚至国家就觉得 我应该直接立法呢 让公务机关 拥有资料探勘权 意思是说我是公务的 我就是可以拿你的东西来练 就好像是我是国家图书馆 我就是可以把你的书呢 放到我的国家图书馆呢 成为一个所谓的被存的一个作品 但是这些其实都在讨论当中 不是现行法 我必须要跟各位 那我也必须要跟各位 我自己的观察 强化著作权上面呢 禁止别人用AI来演练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通常这样主张的 都是弱势的人 他不一定能够影响立法的改变 能够影响立法的改变 可能是像OpenAI这样的大公司 所以虽然说 具有这样主张的人比较多 但是如果没有产生一个巨大的冲突 AI演练的趋势 不太可能往回逆转 那在这个问题是说 对于生成事业AI作权呢 希望可以进一步了解 各国跟台湾法条的差异 有期限或注意事项 其实各国都还没有完成立法 所以现在台湾法条也没有差异 我们只是说呢 我们的国法会也先做一个先导性的研究 但是目前呢 在立法方面呢 是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进展 所以各国其实原则上都是 用行政规则或行政指导先行 立法上呢 各方都还有个拉锯跟考量 所以目前我们必须要讲 没有明显的差异 那有些新闻你可能必须要了解 有些新闻其实不是那么正确 像大概几个月前 在2023年底很多人在推上说 日本的著作权上面呢 他们的解释立场是说 可以直接data mining 别人的著作权的素材 然后不会受到限制 这个其实是片面之词啦 后来日本那一方有做一个正式的声明说 AI专法要怎么立 现在还是在各方面讨论 那日本的著作权法 从来也没有说 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东西 就是可以拿来练AI的 所以他只是说呢 因为著作权法的基本框架 本来就不保护概念 所以今天如果你拿别人的素材呢 是学习它背后的概念跟事实资讯 那没有在法律当前的保护范围内 所以我们跳到下一个重点就是 很多人会也想知道说 好啦 那现在好像有点混沌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拿别人的著作权的一个 但是我们也会认为 那个照片啊 或他的文章 来做AI学习跟演算 蛮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追这个网站 因为这个网站的网址叫 ChatGTB is Eating The World 这是一个美国的教授 跟他的研究团队 去设立的一个资讯分享网站 今天基本上人工智慧 在管理跟法治上面的很多冲突呢 他都整理了一些资讯 这件事情是有很大的争议的 那这同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 好啦 对于生存式AI呢 其实就是拿人家的data去训练 然后这些data有时候是收费 有时候是免费的 那这些data的合法来源 那未来我们要取得data 是不是说我们还要特别去找那种 欸 容许我们可以当训练资料级的 这个data才能练呢 那现在其实没有这种特别声明 可以练的data嘛 比较少 所以现在呢 生存式AI提供的这个相关的 那这些data的一个产出 到底有没有诸作权的争议 所以我直接了当跟各位讲一个重点 Tax mining data mining呢 其实本来依照现行法呢 就没有说你必须要得到 著作权的授权 没有 我们等一下在第二章的时候 是会很正式的跟各位说明 著作权的保护范围到底在哪里 那今天呢 如果你只是低度拿人家的素材来练 如果只是微量使用 常常呢 也被合理使用所包覆 所以呢 今天我并不会跟你说 你一定要找那种 特别允许你当训练资料的东西 才能来练AI 事实上现在呢 比较通用的AI方案呢 他们都是拿 所有他们能看到的资料 来练AI 但是今天呢 随着AI影响力越来越大 如果你可以找到源头 同意你练AI的承诺 会比较好 那只是说 如果不是这样的资料 现阶段很多 我们也不能说 它直接是违法的 所以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 你稍微了解一下 Linert Foundation呢 下面有四款授权条款 这个授权条款 他们在产业界做推广 这些条款讲白一点呢 就是很明确的告诉你 你可以拿来练AI的 尤其是特别最后两款 Oyuda 1.0 跟Cyuda 1.0 这个Oyuda的意思就是说 OpenShared Data 你怎么用都可以 它不主张任何的权利 那至于呢 最后这个Cyuda 它的意思是说 我没有说我放弃 所有资料的一个掌控力 但是呢 我同意你可以去进行运算 运算完的东西 我不主张任何的权利 所以这个C是Computational 意思是说 资料给你 你可以拿去运算 运算以后的东西 你可以自由使用 但是你还是要自己 重新运算过 所以确实有少数的资料 它是会告诉你 你可以直接拿来练AI的 可是它并不是通整 事实上有很多的素材 是没有著作权保护的 其实我们著作权 第九条有讲 宪法法律命令公文 是不受保护的 单纯传达事实的 新闻报道的语文著作 什么意思 你所有报纸 只要不是社论 只要不是副刊 单纯传达新闻事实 语文的部分 譬如说 今天几年几月 在新竹地区 发生地震 震样在哪里 然后呢 产生哪些危害 这些新闻报道呢 在语文的部分 从头到尾 都是不受著作权保护的 所以你会发觉 很多做data mining的人 第一个入手的方式就是 去找新闻资料库 把语文的部分抽离出来 然后用这个东西来电AI 因为著作权法 已经除外了它的保护资格 另外呢 就是依法举行的各类考试 的试题跟备用试题 今天依照教育部的解释 其实中小学的考试 因为那是国民教育 全部都是依法举行的考试 大学里面的考试 只要呢 这个考试的结果 会影响学生 能不能拿到学分 那学分堆叠起来 依到大学学位 授予法授予学位 所以只要能影响学生 能不能拿到 学分的课堂考 都算是依法举行的考试 那这些呢 相关的试题的内容 都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所以其实非常多练AI的公司 它会有意识的去找这种 本来就不受保护的东西 来做一个基础的演练 包含我们的TID 国客会呢 有提供我们现在大自然语言的 一个生成模型 基本上这一版提供的TID呢 在它释出之前 我也参加专家会议 讨论它的授权方式 那我自己的态度是说 这是一个进步 虽然它的授权方式 不是完全的那么开放 那因为它的源头 因为它用Meta的东西 Meta的东西呢 它本来就有些限制性的利用 但是基本上呢 TID是可以做商业使用的 所以今天呢 你会发觉说 我们在做大自然语言的 生成式方案的时候呢 TID的基础资料很多是公部门 比如说公文书 或者说教育部自己提供的字词点 那公部门的东西先吐出来 做训练 那额外不足的东西呢 它是在跟民间架构 比如说呢 中央社医民党的资料库 它的授权方式是 资料用有单位授权提供 这个部分其实中央社是有拿钱 是有计价的 所以TID目前的态度就是说呢 我国家总是提供一个最基础 可以用的东西 所以我手上有的 不受著作权保护的资料 可以先拿来练 作为这个所谓的 大自然语言 一个训练 那额外不足的部分呢 我可能在找我们的新闻报纸 去取得它的一个授权 然后来训练 所以我们刚才跟各位讲呢 ChatGDP is eating the world 这个网站呢 里面有一篇文章很有趣的 Status of copyright lawsuit versus AI 就统计到2024年今年的4月25号 而且它还画成一个图表 用CE授权给你看 大家可以看这张图 就可以知道 美国各地呢 关于AI的诉讼 是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从2023年进展到2024年 它没有遏止 它只是越发的肢烈 所以我们都开玩笑说 去年2023年是AI诉讼元年 因为AI的产业效益正式发酵 第一只所在诉讼之所在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诉讼呢 因为它牵涉的产值就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呢 各位有没有意识到 现代的AI生成方案 为什么从来都不组装 产出物的著作权 第一点 这不是它business model的主要 它是要提供服务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 如果它组装著作权的话 那在诉讼上面的 它会承受更激烈的 有一个工坊 AI的东西是拿人家的东西来练 但是它的合适性呢 目前还是有争议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OpenAI现在被一些出版人告了 因为这些出版人他就说 你是学习知识 但是我怎么觉得很奇怪 我跟你TradeGP对谈的时候呢 讲到是特别我习惯的文学领域 然后他回答出来的问题的答案呢 就像我自己亲口讲出来的一样 后来在法庭上呢 OpenAI有承认说 早期公司呢 比较没有资金的时候 就上网找资料 他们找到一批书呢 就拿来练 后来才意识到这批书是盗版书 那因为盗版书 所以才没有设账号跟密码 就是没有任何网络的管境 直接就可以下载了 那他们说公司目前 已经不做这个事了 但是呢出版人呢 不是那么的福气说 你跟我取得授权就算了 你竟然拿盗版书来练AI 所以他们还是提出 目前还在协商 那OpenAI立场是说 对 拿盗版书来练是不太好 但是你不会跟小朋友说 你小时候用盗版的教科书 你学到的知识就是假的 虽然他们现在 还有这个意识的工坊呢 还在激烈的讨论 所以先回应大家 比较务实的问题 然后这边的问题是说 如果单位或个人 受到座位权诉讼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自处 是不是有相关的资源可以利用 其实有啊 各大院校的法律服务系 都有法律服务的社团 或者是说你符合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要点 你可以去申请法福的服务 但是今天说实在的 大部分的著作权的一个征颂 主要呢 著作权呢 我们可以告民法 也可以告刑法 那很多人其实是 跑去跟检察官提出告发 看检察官会不会提起公诉 所以通常检察官呢 会请你来配合调查 他会先开侦察庭 那今天侦察庭呢 你只要讲得很清楚就是 这个著作权侵权的故意跟过失 这个行为客观上不存在 或是我主观没有故意跟过失 基本上原则上可以处理掉 因为各位必须要理解 我们著作权 你要刻意责任 还是依照著作权法88条 要有故意跟过失 所以今天如果你可以 明确地跟检察官示名或证明的话 原则上可以处理 除非被告的是学校 因为通常如果是告个人 相关的争议不大的话 检察官基本上都是不起诉处理 但是今天如果告的是学校 而且是所谓的体系性 一年两年 常常会发生的这种 所谓的著作权侵权的争议 那就另当别论 所以简要地回复各位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有个重点就是说 各位必须要了解 著作权历来的重点是 Coding Style, Painting Style, Writing Style 它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保护技法 一个人画的画画得很漂亮 不妨碍人家学习他的技法 一个人写的书法写得很漂亮 所以我们著作权法不妨碍你学习他的技法 我们保护的是著作表达 所以生成式AI在著作权上面的 最模糊的灰色地带就是在这里 一定要有人类创业注入 所以你越偏向所谓的Originality Expression 你就越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但是单纯付出劳务 Threat of the world 其实不会受到著作权的一个家会 所以今天我们要判定AI著作 到底有没有受到著作权的保护 就是看两者拉锯 就是只要我们很明确的标注 它有人类精神的注入 它就有取得保护的一个门槛 但是如果从头到尾 其实它都是一个机器自动生成的劳务 它是不受保护的 所以各国的司法判决原则上 目前态度对于涌唱 你提词 原则上都是说提词是不能受到著作保护的 因为著作权呢 除了人类精神的注入 它最后要审验的是 这个成品有没有独特的创作表达 这个创作表达必须要能各位观察得到 它必须要有个载体 因为著作权保护是著作表达 所以除非你提词的人涌唱者 你可以主张说 我对涌唱的结果 我有很明确的控制力 我就可以知道它最后会形成哪些独特的表达 你能证明这一点的话 你才能主张著作权 如果你公开的承认就是说 我是很努力的涌唱 我是有经验的 可是其实它最后产出来的东西长什么样 我确实不知道 你一旦如果做了这样的表达 其实可能相关的output 就不能被著作权保护 所以编辑著作是这样子 我用实力跟各位讲 今天如果出一个甲骨文选集 我说你学习这五百个甲骨文 你大概百分之八十甲骨文的文字拓本 你就可以看得懂它大概的意思 那怎么选出这五百个字 其实它的编辑就有创意 但今天如果我们是出一个图录说 我们依照我们找到这个甲骨文拓本的时间 来把相关的这个照片整理上去 或是依照所谓的精度或是维度来整理资料 这个精度维度整理的东西 不会成为编辑著作 所以编辑著作一定要有一个创意 在主导它的编辑 所以著作选法框架下 编辑著作其实门槛不高 但是编辑过程你必须要讲得出你的创意在哪里 要不然有另外一种机制 其实是像欧盟 欧盟它有一个特别的database directive 这个东西它不要求你编辑过程的创意 它看的是资料库本身的产业付出跟产值 可是这个东西走的是登记制 所以各位必须要了解 受著作权保护的东西 你不需要登记它也是有效的 那只是登记可以有一个补强的证明效力 但是今天如果不是受著作权 不管是专利商标或是所谓的资料库权 这个其实大家走的是登记制 就是你登记公告以后才能拘束别人 这是欧盟资料库保护指令 所以这边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用模型去拿人家的著作权资料来训练 那产出的著作权会不会改变 这边讲的比较有趣 它是说如果我们用原来的资料训练出第一个模型 再训练出第二个模型 不管第二次第三次迭代以后 是不是都还可以主张著作权 或是产出的著作权可能会递减 那我这边就很直接跟各位讲 著作权从来不是这样子 它讨论的是创意起点 是每个表达是不是独特的 这个独特的表达就可以受保护 所以今天基本上不会因为 你拿这个模型来练过几次 就产生所谓的减损或耗损 重点是你每次展现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有独特的创意表达 那这边这个题目就更有趣的说 模型跟资料之间有些是有无著作权 讲白点 他说小部分的资料跟方法是有著作权的 但我整体把它纳入 会产生一个法律问题 这边预想的是说 我大量收很多资料来运算 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某些部分的素材 其实是受住选法保护的时候 那是不是会产生我最后整个大的方案 能产生一个法律的一个风险 其实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你不用做这么大的一个忧虑 引用别人的资料 每段资料都受住选保护 可是最后整体发表的时候 它被吃掉 这件事情在大专院校大家是很熟的 就是你写一个博士论文 或硕士论文 你不是引用人家很多的文章吗 那最后你的博士论文 要授权出去给国图 或者说出书的时候 你需要问过这些文章的作者吗 没有 所以今天在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会具体跟各位讲 做作权保护的是做作的表达 那当然引用别人的东西 具于尊重你必须要注引出处 可是它的表达碎裂成一个片段 然后最后收纳在一个整体表达 其实社会上的食物最后 是把它包裹在最后的一个独立著作里面 这些小的片段其实就失去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量变会产生质变 我常常举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刑法有规定重伤罪跟轻伤罪 所以重伤罪就是伤人重要的器官跟肢体 或者重要的功能 那今天呢 轻伤就是你给人家手上画一刀 美工刀小小的 那当然是轻伤 那问你一个问题 画一刀是轻伤 画一千刀呢 画一千刀它整个皮肤都烂掉 大规模烂掉 这时候量变就产生质变 轻伤就变成重伤了 所以今天呢 运用到别人资料来进行演练 它到底呢 整体在你最后整体部分的比例 还是要去权衡的 那这个问题是说 我们用免费AI做出来的作品 著作权是不是一定要开放 下指定的人能不能拥有著作权 其实大家知道生成式AI方案 同样没有告诉你一定要开放或放弃 所以今天呢 你只要是作者 你可以主张我有创意注入 对最后的表达的成型 我有掌控能力 你是可以主张 它是一个受作权保护的作品 你是可以主张著作权 只是说你必须要证明你具有掌控能力 就是第一点你必须要讲 自我人类创意的注入 那最后它产出表达 我是有掌控能力的 这两个都构成了 你才可以主张这个作品 是受到作权保护的 所以我们最后跟各位讲 在AI的一个专章 这是一个最有趣的案例 目前全世界跟AI图片 有关的二十几个法律诉讼 其他国家的法庭 都是判AI生成的图片 不受著作权保护 但是去年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 有一个特例 简单来说 这原来的作者 他用Stable Diffusion去生土 然后人家把他的土给拿走 他走以后 还把他上面的浮水印给删掉 然后被他发觉以后 他就很生气 他就去告他 告他以后 他是主张这是他的作品 基本上法官一开始的立场也是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权法 并没有独排众议 今天要受到作权保护的东西 也必须是人类创意的表达 他必须要有个表达的外观 那今天你是用机器生成的 你怎么可以说 这个东西是你表达的延伸 但是真正在他们的庭讯审理 他们是互联网法院 其实是线上审理 确实这个原告 他就透过Stable Diffusion 反复的操作 产出了十几张图 那这十几张图 跟他原来的这个图片 都有近似性 就是说在这个小范围里面 我重复施作 其实我已经对这些指令非常熟 那我知道我产出来的东西 会长什么样子 所以这时候他给法官 一个很大的难题 那我最后法官就说 好啦 若是这样的话 就这个个案 我是认同你人为的操作 但是你其实是把我的AI软体 当成是你的工具 当成你的绘图笔 所以他是忠实呢 在实践你的创意注入 来产出一个你可以控制的表达 所以最后这个判决是说 这张图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 不过損害赔偿金额 并没有很高 500块人民币 大概新台币2500 就是一个道途的損害赔偿 那我们在中原院 这个跟AI有关的这个实验室 有特别去介绍这篇 这个争议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也用这个例子 来回应大家相关的问题 就是生成之AI呢 我使用不同指令 产出的图片 这个影像作权是如何归属 如果有何归属 就是归属于 所谓的下指令的创作者 但是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创作者呢 对于这个图片跟影像产出 具有表达上的掌控能力 如果你就是跟法官 跟其他的智慧产业局公开承认说 他会生出什么东西 我是不知道的 你只要讲出这个通关密语的话 他就告诉你 你这个图片是不受作权法保护的 那除非呢 你像这位仁兄一样 他可以经过反复的操作 其实这个法官要判案前 他也是很惆怅的 他其实有稍微讲说 各国都判不受保护啊 那今天呢 如果我判他受保护的话 是不是人家会质疑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作权法 特别的一个独特 但是其实我最后看过 他整个判决书 跟他这个流程 我是认同他的啦 其实就是 他确实是有验证说 这个操作者 有没有一个掌控能力 所以这是目前唯一一个 在AI 图片 生成的诉讼上面 法官认同这个产出 是受著作权保护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大家有问说好 指挥AI的动作啦 指令啦 念想啊 逻辑啊 可不可以构成智慧产权权 著作的话 我想我们已经讲的够多了 專利我这边打一个问号 先跟各位讲 著作权要保护 必须要有载体 你今天光指令呢 那是一个概念 原则上不能保护 但是呢 如果你出了一个 所谓的prompt下指令专书 OK 它是一个语文著作 它是一个书籍 它可以受保护 那如果你下指令 产出图像 而且你证明说 我可以掌控它这个 著作表达 最后的一个产出 好 你产出来的图像呢 像北京互联网法院的 这个图像 你可以主张受到作权保护 那至于专利的话 专利基本上是蛮开放的 这边也有问题是说 如果我们用生成事件 来帮我们产出文件跟图 然后呢 再用它的功能性呢 做出一些作品 能不能申请专利 我现在很明确地回答你 用AI来辅助进行专利发明 完全不会妨碍你专利的申请 除非你硬要跟所谓登记机构说 我这个专利权是要登记在AI身上 不是要登记在我身上 这样子的话它就会驳回 各位必须要了解 不管著作权法或是专利法 现在呢可以拥有权利的主体 还是必须是人 过去在澳大利亚在加拿大 都已经发生了 就是用AI来发学 特别的技术方法 然后呢 申请登记的时候呢 这个申请人要求 把这个专利权登记给AI 所以最后呢 这个登记机构就否决 否决以后 他们提出诉讼以后呢 法官也判他败诉 因为依照专利法呢 你的权利拥有者必须是人 所以呢 我只能跟各位讲就是说 如果你用AI来辅助做技术的发掘 甚至图表的创作 目前各国的专利法呢 都不会阻止你去登记这个专利 因为专利呢 要被登记原则上 只有三项原则 第一个就是呢 它必须是一个 可以反复操作的技术方法 A来做 B来做 C来做 依照步骤都可以得到一样的结果 可以经济科学验证的 这叫技术方法 申请专利必须是技术方法 那再来呢 你在申请的时候 必须要告诉审核机关 你要用在哪个商业目的盈利方法上 如果你完全没有讲 你的专利会被驳回 或是要求补证 因为呢 纯粹的一个步骤 它保护范围太大 你反而会妨碍别人 用同样的技术来赚钱 所以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讲 我的商业模式范围在哪里 那最后就是说 你必须要告诉人家说 这个技术以前没有发明过 或是呢 我的跟以前来比有什么进步 譬如说呢 旧式的拉环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它比对的是开灌器 它说呢 我可以让人家用指甲扒开 不需要随身带开灌器 新式的拉环在申请的时候呢 它的发明的创造性说 我不像旧式拉环会制造小型垃圾 我扒开了以后呢 这个所谓的拉环 还是跟灌体黏在一起 所以不会产生小型垃圾 所以今天呢 符合这三项要点的东西的技术 你都可以申请专利 不管有没有AI加工 但是呢 你必须要把专利呢 归属一个自然人 或是一个法人 不管是一个公司 或是一个人类 因为呢 依照法律 因为只有人可以拥有权力 不管他是自然人或是法人 所以现在呢 你会看到一些新闻告诉你说 我要把那个专利 那个登记给AI 就法院不容许 法院不容许 是因为这些申请人 非常执扭的要求说 他们认为AI也是人 是准人类 所以要拥有 但是法官会跟他讲说 AI是不是准人类这些事情 立法者还没有决定 所以司法者呢 没有办法这么突破这个界限 所以如果你申请专利的时候呢 指定的是一家公司 指定的是一个机构 或是指定的是一些共友人 这个原则上都是会过的啦 那这边问题就是 好啦 我们生成是AI作品呢 我们想要保护自己 所以我们能不能放下一些隐藏的密码 当成我们的保护 如果这件事很多人在做啊 就是Watermark 当然啦 你也可以做银马 Watermark是比较外显的 这个东西叫 全力管理电子资讯 其实全力管理电子资讯 在诸作权法上有它的保护地位 我们的诸作权法 八十一支一条讲得很清楚 人家受到诸作权保护的东西 如果他加了一些浮水印 他没有同意你移除 你恶意的移除跟变更 其实就会产生诸作权的侵权 就会被告 但是呢重点还是你这个AI作品呢 到底是不是受到诸作权保护的 如果它本身只是一个自动生成的方案 你加上浮水印 后续人家把浮水印给删掉了 你能主张的地位是比较少的啦 因为诸作权法这一条要构成 他讲得很清楚 诸作人所为的全力管理电子资讯 意思是说这张图至少它是要被诸作权保护 你是基于全力人的立场来加这个浮水印 人家才没有地位把它移除跟变更 所以今天如果你产出的AI 它是自动生成的 它是不受诸作权保护的 那这个浮水印呢 或是所谓的隐藏的密码 顶多只能协助你去追索 或是去证明啦 它并没有呢太强的一个法律地位 那这个问题是AI生成的研究内容 我们如何剔除抄袭的疑虑 是不是有建议的AI呢 辅助的APP 意思是说AI图东西给我 我担心它其实还是有抄别人的 是不是我可以再用一个AI 辅助的APP来调查这件事情 或是再把它转 我不需要讲 我理解你在讲什么 但这件事情建议从源头解决啦 应该会等于说源头可以生成资料给你 这个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它有个专业名词叫 obfuscating obfuscator 意思是说呢 我产出的东西 让你变得面目全非 其他人认不出来 那我必须要告诉你 比较成熟的生成式AI方案呢 目前就内建这个功能 你就用这些方案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再打第三方其他人 用AI的人大概了解 实物上最简单最便宜的方式 最省时间成本就是 多次生成叫过再过 你叫chattergp 帮你生成一段文字以后呢 你叫修过第二次跟第三次 它跟你们的文章 会越差越远 然后呢 今天呢 一些专业的生成式方案 像copilot呢 它更是自带这个功能 copilot现在在美国 其实就有诉讼案 告它的这个软体著作者 就是说呢 我一样呢 购买你的服务 在同样的情境之下 是选软体 发觉说你写出来的程式码 跟我当初呢 把它当开源 贡献出来的程式码 几乎一致 所以呢 它就说 你说你学习的是 我们写程式的技法 我尊重 但是你突出来的程式码 明明就是我以前写过的 那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所以呢 它们目前还有一个 司法的一个争论 但是发生司法争论以后呢 GitHub呢 目前在司法审判上面 是努力维持自己的地位 它同步呢 已经让Copilot 经过第二代 第三代的一个生成跟迭代 简单来说就是呢 它现在有个功能是 如果呢 提供客户写出来的程式码 在图给客户之前 我先把它跟同样功能 相近程式语言 比较主流的开放语言码软体 来进行程式比对 比对以后 如果相似性过高 我就再写一次 确定它的相似度很低以后呢 我才提供给客户 那就好像是 你现在加论文的时候 你必须要经过一些 论文的比对系统 来看你跟之前文章的相似性 那现在呢 可能有一种 AI生成式方案 就是说 它图给你之前 想帮你做比对 如果比对相似性过高 它就再写一次 降低了那个相似性以后 再图给你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源头已经在做了 所以你不需要 特别去找辅助APP呢 你必须要了解 怎么去启动源头给你的方案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co-pilot的诉讼 目前还在美国进行 所以我们先把AI的部分呢 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大概剩下一个小时之间 可以回应大家一些问题 还有 我们还是要讨论 著作权的核心保护太阳 我大概先花简短的时间 跟各位讲 其实刚刚讲了非常多AI呢 其实扣紧一个重点 作权呢 从头都不保护idea 除非你去申请专利 或是把它当营业秘密 作权法实际一条 讲得很清楚 一本法的作权 保护仅值是作的表达 不只于呢 它背后的思想程序 制成系统操作方法 概念原理你会发现 所以我有什么意思 就是跟各位讲 著作权一定要有人类创意的注入 但是呢 人类创意的注入 你必须对它的表达形式 有掌控能力 因为著作权呢 保护的是著作的表达形式 所以呢 我常举个例子是 台北捷律公司 它在2013年很早了 做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它官版的APP上架 但下载率不高 所以它请了律师事务所 帮他们寄警告信 给12款民间的APP业者 他就说你的捷运导航APP 用到我们北捷的图 没有取得授权 如果你下架 我们不追究 如果你不下架 你必须要承担相关的 一个法律责任 那他可能预想说 民间的APP都下架以后呢 大家没有民间的可以下载 就会下载北捷的 所以它的下载率会提升 最大的出资者 台北市政府呢 有所交代 大家没想到这个交代 来得又急又快 就是台北市议会开议以后呢 那时候的台北市长 郝隆斌先生呢 就被蓝绿不分党派的议员 给指教 他就说 北捷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人家的APP用得好好的 你官方的又没有特别好用 下载率低 然后就要求人家民间的下架 所以好前市长那时候说呢 我会通盘了解这个案子 然后呢 要求台北捷运呢 就民众扶植公共利益 来做考量 所以后来北捷发了一个布告说 我们以前并没有授权给自然的人 可是我们现在愿意改变做法 你赶快来申请 你一申请 我们马上合可 你以后呢 都是合法授权 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被处理掉 但是 各位必须要了解喔 如果你是拿北捷的图来改图 譬如说做成一个拉面地图 这个东西叫改作 你必须要得到北捷的授权 但是呢 你看到北捷的图呢 知道捷运各站跟各站相连 那叫事实资讯 依照事实资讯重新画图 那叫独立创作 所以这个呢 叫日本封铁道 台湾铁道路线图 他在一张图呢 把台铁 高铁 北捷 高捷 还有阿里山小号车 全部都画进来 那日本人呢 把他用CC性名标示 非商业性相同方式分享 给发布出去 因为他第一次是说 我们日本人呢 看不惯你北捷的图 每个颜色呢 跟我们日本习惯的含义不太一样 我们老人家常常转错车 那与其如此 我们干脆自己画 所以各位必须了解 著作权的基本框架 本来就是可以被破的 因为著作权保护 这是著作的表达 所以你今天看到人家的图 喜欢 你要用它 你必须取得授权 你要用它来临摹 你必须取得授权 改作必须要取得授权 但是今天呢 你学习他的技法 自己重新画 那叫新的作品 所以你今天看到人家 拍张照片拍得很漂亮 你知道他拍摄的时间地点 你到同样的时间地点呢 去拍那个落日的夕阳啊 或是那个所谓的山景 美景雪景 那是一张新的摄影著作 所以著作权 从头到尾 它保护的只是著作的表达 不管是谁 都可以画重新的结印图 所以今天呢 著作权的抄袭呢 如果依照最高法院的立场是 你必须要因果上面 接触的因果关系 然后你的作品 跟原来的作品要实质相似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我常举的例子 有人在Twitter上面呢 做了一个讨论说 如果霍格华兹魔法学院 有说台湾学生的话 他有哪些特点 所以整理出来就是 他会喜欢吃咸酥鸡喝真奶 然后呢 他可能用的飞行扫把 是塑胶扫把 然后呢 煮魔药用的是大铜电锅 然后呢 在宿舍呢 无聊的时候 新鲜的时候 可能穿的是我们的蓝白托 然后最后呢 在做占卜的时候呢 可能用的不是钱币 可能是用的 我们这边习惯的把揮 依照这些概念 两个绘师 独立的去绘图 这两张图呢 虽然看得很相近 但彼此没有任何的 著作权的抄袭 因为它是依照概念 所以今天AI呢 它所破局 产生最大破坏性的创新 是什么 AI公司强调是 我是学习你背后的概念 跟技法 我从头到尾没有著作权的抄袭 因为呢 著作权是要挡说 你不能直接抄人家的著作 你不能直接用人家的著作来改 但是AI公司说 我没有直接抄他的著作表达 然后呢 我其实是分析了一百万张图 才画出这张图 你很难讲说 我到底是抄哪一张图 所以今天呢 如果呢 是一比一的一个操用 著作权上的抄袭很容易产生 但是AI的这种 学习一百张图里面 另外再画出来 你很难主张 它是一个著作权的抄袭 因为著作权法呢 是依照创作保护主义 虽然它保护课题非常广 语言音乐趣旨舞蹈美术 电脑 电脑程式 甚至其他 所以现在呢 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 图片跟文章 你用AI生成 它的保护地位是不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必须要跟各位讲 图片跟语文呢 都不是短期的 但是今天各位必须要了解 这边列举呢 只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方便 事实上在司法实务上面呢 它也讲了 一个著作如果 同时兼有语文音乐的形态 那它就是语文音乐的保护 都必须要被兼顾 所以今天各位必须要了解 著作权的类型 我们没有说它只要被分类成是语文著作 就不能进入音乐著作 它有时候可以是复合式的 那只是说你今天问我说 AI生成的图跟AI生成的文 在保护上面有没有差异 今天基本上在台湾的诸多选法 没有特别的差异 我们的诸多选法是告诉你 人类的精神创作 诗词书画影音多媒体 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 五官可以感知它的表达的格式的 都会受到诸多选法保护 所以人类精神创意的表达 有独特创意表达的形式 会受到诸多选法保护 文学 科学 玉术 学术 范果的创作 但是今天你如果是说 我这个东西是一张椅子 或是所谓的排气管 怎么样子是静音的 如果你要保护这些概念跟技术实施 你就必须要去申请专利 因为诸多选就是要保护那种 看得到摸得倒 然后很漂亮的东西 那诸多选保护期间非常长 一般人诸说保护中期生 跟死后的五十年 法人诸说是公开发表五十年 我们有个东西叫短期著作 你拍的照片 你录的音 跟你及其表演 保护的比较短 就算是自然人 也保护公开发表后的五十年 那这个日期 在欧洲 美国 日本会更长 他们原则上走的是七十年制 但无论如何 它是会过期的 所以小雄维尼 三年前过期 所以有人去拍恐怖片 那米老鼠今年过期 所以加拿大有个恐怖片的 小成本制播公司 现在集资 他们要拍 关于米老鼠的恐怖片 但是无论如何著作权 它保护期间算很长 所以除非你很确定 这个东西在网络上流传 它是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以前就已经公开发表 不然呢 我们会要推定它的著作权 是还存在的 那存在的话 你重制 散布 改作 公开播送 公开传书 原则上必须要取得授权 这是著作权法 全球的通则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网络搜寻图片以后重制 会不会侵犯著作权 各位必须要了解 你看得到作品 不表示它的授权给你 所以著作权本来就是一个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要重制散布改作 你必须要额外取得授权的东西 所以如果它没有给你明示授权 那你后续重制改作 确实是有相关的风险 但是如果它用CC授权 这是一个预宣授权 你只要依照CC授权的指示 就可以用了 所以最后呢 这个章节我们用高雄捷运 来做一个总结 北捷告民众 说你用到北捷的图 高捷有点反过来 高捷的外包厂商去抄民众画的图 来做所有它的地区的导览 最后高捷有出来道歉 所以最后我只要跟各位讲 有个重点就是说 作权的保护呢 它承袭的是诸多的表达 如果你可以超越这个表达 它就是另当别论 所以今天二创有合法的 有有风险的 所以如果你学习是概念 那原则上是 重新创作是合法的 但是如果你依照本来的授权 那就是可能有侵权的风险 所以呢 为什么AI目前的争议这么大 因为AI公司的意思是说 我们学习这个概念 我们学习不是一篇两篇的概念 我们学习是一万一兆以上的概念 来做一个重新演绎 所以目前在诸多权法上面 它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点 合理使用部分我会稍微快一点 因为我们最后还有一些问题 要回应各位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在帮各位做一个 诸多权跟AI的一个总结 虽然说这个有点模糊 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范例 大家会越来越清楚 就是诸多权从头到尾就告诉你 依照概念来重新演绎 这个二创是合法的 但是呢 如果你改作 承袭别人的诸多表达呢 你必须要取得授权 所以我拿张继的丰乔和叶博 来做一个哭手的表达 《月落五体霜》 《满天将风雨火对酬眠》 我请AI帮我改成英文 它的创作表达性其实还在 这个其实是个改作行为 如果原作受到诸多权保护 那你续作的改作行为 也必须要取得授权 那今天呢 我请他把我改成白话文 所以今天基本上呢 看过文言文文跟白话文的 多数人还是认为它有实质的相似 而且其实有一个接触的因果关系 所以呢它一样是个改作行为 那甚至呢 我下一个指令是说 请你帮我用瓊瑶言情文 那它基本上大体都是一致的 可能加了一些什么 让人情不自禁 陷入深深的哀愁 这个其实呢 它的创作表达也还在 就原著作进行一个衍生的演绎呢 叫改作 改作呢 必须要取得授权 依照美国诸多权法 它的用语就是 awork best open one or more pre-existing work 这叫改作 那这个呢 法律规定 我们规定在诸多权法第六条 美国呢 规定他们的诸多权法的101条是一致的 但是呢 各位必须要了解 历来诸多权法上 重新创作跟超习改作呢 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很清楚了解呢 我学习是背后的知识概念 事实资讯 重新创作 那作作权法不拘束你 但是呢 我们拿别人的东西来改 然后呢 承袭原来的表达 做一个演绎 这叫改作 原则上必须取得授权 所以这两张图 不管怎么改转 它的实质相信性还在 所以呢 我们只能主张合理出动 除非你把它转坏了 因为最高法院的解释是 要实质相似嘛 所以最后如果转得似不像的话 我们不能说 它有作作权的抄袭 这种状况之下 原作者都不会主张 这是它的改作 所以现在AI最有趣的问题就是 我拿张基德峰巧葉博去喂他 他竟然可以画出来 其实基本上呢 我给大家做个示范 通常我在做表述就是说 比较学术负责嘛 Prompt us 我是用这些题词的 我就把题词分为这里 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呢 他如果希望呢 分享他的知识呢 他也会把题词写出来 他说我是这样题词的 那这边呢 我是用Bean Image Microsoft的方案 然后呢 我著称它是AI Image 就是我很清楚告诉你 依照Bean 依照Microsoft的授权要求 AI产出的东西 要让人家知道是AI产出的 所以我很清楚说它是AI Image 然后这边呢 我的注解是 No Rights Deserved 没有权力可以主张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他画出来的会是这个东西 我刚才跟各位讲了 你提词的人 也许有你的expertise 有你的经验 但是今天呢 一个著作能不能受到做全文保护 重点在于他最后的著作表达 是不是呢 操作者可以掌控的著作表达 今天呢 老实说呢 他会画出什么东西 我真是不知道 他最后呢 产出给我看 我看到了 觉得也还不错 可是呢 不能代表我是作者 所以有几个问题大家必须要知道 我们如果用AI来转别人的东西 别人东西原来的特殊的著作表达还在 那这样的行为呢 其实呢 多数的一个司法实务认为 这叫改作 改作呢 必须要尊重原作者的授权 所以有个重点在学术领域上面呢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有时候博软全书呢 反而比较不会出问题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以前有一个呢 生态摄影家林英典先生 我稍微举他的例子就是说 曾经呢 有很多人写论文来分析他的行为 因为呢 他影响的讨论争议性是蛮大的 林英典先生呢 会去拍很多珍贵的鸟类图片 放在网路上 所以很多人呢 认为说 你放在网路上面 应该是愿意分享的 但是呢 有硕博士生呢 拿他这个鸟类图片呢 来做论文的写作 或是作为论文的封底 就被他告了 那最后呢 可能用八千块 甚至八万块不得的 跟他做和解 那他最有名的就是呢 提出 告诉的这个输出呢 真的是非常频繁 包含前教育部长 杜正胜 前总统 马英九 都被 都在被告 被他告诉的范围之内 虽然说很多检察官 其实就不喜诉啦 就叫他去告民事这样子 那但是呢 有个插画家 吴先生喔 他认为说 我是有看过他的照片啊 但是不能说我改做啊 他说 因为我今天是画鸟类的素描 跟写生 我总是要画对 所以呢 我去网路上找 所有拍到这张鸟的 甚至有些图片 就来自于农业部 然后呢 我看了二十几张图片 最后画出呢 我自己一个鸟类的一个美术 一个素描 那法官呢 最后的审判就是说 如果呢 吴慧师呢 他确实也证明喔 他参考零音点的照片呢 是学习这些照片背后的知识 他说学习知识 没有产生著作权的抄袭啦 所以今天呢 除非你拿人家的照片 一比一的 把他的摄影著作 变成素描风 水彩风 油画风 然后呢 高度的承袭 那这样改作才会产生 但这个状况之下呢 只是所谓的 事实资讯的一个参考 它不会构成做出权的抄袭 所以现在呢 各位必须要了解 AI呢 就是呢 以超出维度的方式 来做这件事情 你人呢 譬如说 吴慧师去参考这个照片 他一个人可能参考二十几张 但是AI呢 去参考这些照片 他可能参考两万张 所以AI画出来的东西 你说你要找 它跟原点之间的实质相似性 这在实物上 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其实现在在美国 进行的司法诉讼 它还是在禅诵中 但是我不认为呢 在AI专法提出来之前呢 就现行的著作全法呢 这些所谓的原来素材的这个著作人呢 他真的在司法实物上面 能有太大的进展 其实这个可能性真的很低 因为AI所做的所谓的概念学习 是一种超维度的利用 但是呢 在合理使用方面 我们还是稍微跟各位讲 其实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还是必须要了解 一些东西呢 你不需要AI的一个改作 你也不需要去学习它的概念 重新创作 有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要主张合理使用 因为我们必须要引用别人的原点 来做评判 那只是说这些东西呢 在法律上呢 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基本的态度 就是我们是转化式的利用 不会去损害到原作的著作权利 所以不是说有赚钱 一定不能主张合理使用 也不是说不赚钱一定呢 就能主张合理使用 重点是呢 我们引用别人的东西 会不会造成原著作财产的利益折损 各国呢 都有一些合理使用的一个专法 以法国人的态度呢 月落物体霜 满天江峰雨火对酬眠 罗巴卡仰岸原声提不住 请用火爆六神丹 基本上是符合合理使用 因为法国人呢 奖励 诙谐 仿作 parody 在他们的作作权法里面有一条是说 如果我们是基于 诙谐 仿作 政治嘲讽 来引用别人的著作 那社会必须要给他 最大程度的尊重 因为法国的民族精神呢 开别人玩笑 挖苦别人 就是他民族精神的一个重重之重 所以他们说 如果是这样的行为呢 也要被说作作权侵权的话 那会妨碍我们法国人的民族至尊 所以这是法国人 所以今天很有趣啦 AI 我把两岸原声提不住 请用火爆六神丹 一样拿去喂他 他竟然还能画出土啊 所以这边呢 我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我提供我的提词 然后呢 说他是用 Bing Image来做的 它是AI Image 是AI生成的 五样主张 No Right Deserved 我个人不会主张任何权利 但是今天呢 我并不是跟各位讲 AI生成的图片 你一定不能主张著作权利 你想主张当然是可以主张 那只是说人家质疑你的时候 你要去登记的时候 你要去行使你的权利的时候 人家质疑你说 这张图到底是你画的还是AI画的 那你必须要就现代的著作权法呢 能提出一个说明的架构 就是说 我确实是可以掌控它的著作表达 所以如果像是我这种 我说 你问我说 你下这个题词 你有没有想象中 它会画出这种东西 那今天如果我承认的话 那我就不能主张它的著作权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跟各位讲 今天这个议程呢 还是跟CC高度相关 各位必须要知道一点 生成事方案呢 这几年可以这样突飞猛进的发展 其实跟CC 跟开放原码的程式码高度相关 事实上呢 你也看到OpenAI说 他们上网去爬人家的资料 爬这些资料来电AI 那事实上 所有公共授权的东西 包含CC跟OpenSource授权的程式码 都是可以不下限制 被公开抓取的 因为公共授权的素材呢 本来就可以自由地流通 所以任何一个CC授权的素材 都可以被重置散布 所以像李菲菲博士呢 他之前在Google 帮忙做人工智慧的一个基础方案 他有成立一个专案叫Imaginate Imaginate这个专案呢 其实就是把网路Flick相簿上面 用CC授权的照片 有人脸一些图像的部分 下载下来 然后呢 他依照这些图片呢 让机器呢 去做所有的人脸特征的学习 那最后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演算资料呢 拿来做人脸辨识 所以CC呢 跟我们现在知道的生成师AI方案呢 其实是实时相关的 但在那之前呢 有几个重点概念呢 希望可以经过这次的讲座呢 疏导给各位 虽然我们今天是AI相关的讲座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 诸作权的理解 你未来呢 还是没有办法呢 正确地去应用它 有几个概念跟各位讲 什么叫诸作权让语 什么叫专属授权 什么叫非专属授权 让语其实是近似卖断的 那我们作者生成一个著作权以后呢 那作者拥有著作财产权跟著作人格权 那著作人格权是一个要被尊重的地位 财产权呢 才是一个可以说的收益跟让语的 所以著作财产权让语呢 其实就像是卖断一样 今天基本上呢 被让语人不还你 原则上呢你没有办法拿回来 那专属授权是什么 专属授权就是说 我授权给你 只有你可以用 我自己都不能用 但是呢 它是定期的卖断 它有时间限制 十年以后呢 它就回到我身上 所以呢 各位可以知道呢 很多呢 作者他还没有很有名气的时候 出版社有时候 会跟他签当你的契约 就是你全部都给我 等到呢 他稍微有名望的时候呢 签的可能是专属授权 意思是说 我知道你慢慢有你的地位 但是我出版社 为了要确保的盈利 我要求你 给我十年 专属授权期间 这十年间呢 只有出版社可以用 时间到了以后呢 十年以后 就回到你身上 你自己可以再去用 那但是呢 我们今天讲的CC授权呢 这叫非专属 意思是说 平行式的 谁都可以用 作者也可以用 被授权人也可以用 那到底能用到什么程度 你就看你授权条款的细节 去怎么定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学校里面呢 不管你怎么用AI啦 或是你用AI 或是你跟其他人合作 有几点大家必须要了解 复数著作人呢 在著作权的一个归属 有几个重点概念 就是说 有一种东西叫共同著作 它是法律规定的 其实它的构成要件 蛮严格的 那有一种东西叫编辑著作 有一种东西叫衍生著作 我们今天如果要通透的了解 AI生成的影响的话 你必须共同著作 编辑著作 衍生著作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了解 共同著作在规定第八条 就是两人以上共同完成的著作 不能分离利用 是共同著作 所以共同著作最简单就是说 我们已经分组好 说好要一体写一篇报告 一皮写一篇论文 那其实大家就是共同著作人 那共同著作的意思是说 大家怎么share 他说就照你们约定的 那没有约定的话 就依照你们贡献的程度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 证明谁贡献的比较多 就推定成均等 所以今天有一个重点 我在学校里面 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就是老师指导学生 或是学生帮忙做研究 然后最后老师拿去发表的 学生不高兴 或是说一起协助研究 学生要发表 老师不给发表 各位必须要了解 共同著作的这个要件 其实蛮严格的 因为共同著作的保护 是依法保护 共同著作的意思是说 我们共同著作保护到什么 著作权法告诉你 自然人著作保护 中期一生跟死后的五十年 共同著作保护到什么 就是说如果有十个人 都是共同著作者 他是保护到最后一个人 死掉以后才去算五十年 所以共同著作不是说 我们一起有讨论过 大家都是共同著作人 共同著作人很明确就是 你一定要是 我们说好一起写一篇报告 说好一起做发表 然后这个相关的作品 不能分离利用 它才会构成共同著作 所以今天老师指导学生 不代表老师是共同著作者 学生参与研究 也不代表 学生是这个专案的共同著作者 所以今天呢 如果不要产生这么大的纠纷 其实我会建议 可以去学习一些 比较成熟的做法 就是你事先定义 所谓的贡献者条款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 其实像APAC基金会 甚至Google 跟很多合作厂商在用 都是用这样的机制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到底怎么分配 我们要一个公开公正的条款 你今天怎么给 以后怎么用 我们就制造 事先议定的这个 所以通常呢 我会建议研究室规章 大家必须要去稍微看一下 有几个要点 比较中立 比较中庸的 比较不特别偏向的 这个研究室规章 可能会有说 我们研究室做出来的东西 大家都可以用 但是你必须要引住 其他成员的贡献 今天要用到AI也没问题 但是你必须要 引住AI的一个协力状况 所以今天呢 你可以稍微去定一下 像文化部现在 跟经济部定的一个 艺文工作者的一个 就业保障的一个办法 也是这样 你今天东西给文化部 文化部原则上 必须要尊重你的名义 但是今天如果说 我去做一个活动的载体有限 我可以用研究室的名义 来外显 但是呢 我会再另外再编一个 所谓的制限名 告诉人家 这个研究室的成员有多少 所以等于是说呢 你可以在这些研究室规章 先讲清楚 研究室的共同成果 你要去披露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表达 那今天呢 我也特别跟各位讲 通常是这样 诸多选法第十九条 在诸多人格 它的意思是说 有一个东西 如果是共同著作 这个显明权呢 原则上呢 你要公开发表 要其他成员都同意 但是它法律也告诉你 没有正当理由的话 共同著作的人 不能拒绝同意 所以法律的意思是说 大家一起做的东西 原则上是可以去发表 但是呢 如果没有得到你 其他人的同意 原则上可能就限制了 但是呢 不同意的人 你要有一个合法理由 你要讲的合情合理 如果你没有一个正当理由的话 人家其实也可以不用管你 所以可以把这些呢 重要的规章 都写在研究室的规章里面 以后比较不会出问题 必须要跟各位讲 但是呢 也是提醒 我们现在很多像以前的科技部 或是国科会 它有些补助专案 补助专案其实要求 产出的结果 必须要归属于科技部 或是现在的国科会 今天如果你的研究室 是特别拿那些外部的资源的话 那可能就不一定能够 依照你的规章 它可能就必须要依照外部的 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要去讲这个 因为大家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 老师指导学生呢 教他们把想法书写 在AI软体生成图像 这个产出的著作权利人 归属于谁 我必须要讲 就是创意注入者 跟对表达成型有掌控的人 所以今天呢 老师指导学生 如果老师可以证明说 我就是有创意注入 我也有参与表达成型 那我也是可以说 我有做个著作权的分论 那就好像论文一样 其实老师指导学生 就应该国内的学术争议里面呢 大家慢慢离出一条线就是 老师如果你实质上有纸笔 你又改 你又写哪几段 你可以说你是共同作者 但是如果你单纯只是指导学生 除非你们之前 就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议定 不然的话 老师不会直接成为作者 所以我们慢慢 大概必须要了解这个状况 就是作作权表达 它注册的形式 它的特殊表达 所以最后写文章 最后呢 做这个表达掌控的人 他才会是作者 那今天如果容易产生争议的话 会建议说 你用事前的这个契约呢 作权法十一条十二条都会讲 到底作者是谁 著作财产怎么归属 其实都可以用事前契约的约定来处理 所以呢 如果就有一个研究师规章 这个东西是比较好处理的 那最后呢 也是要提醒各位呢 合法授权素材的运用 为什么说呢 大家还是必须要去关注到CC授权 因为这种公众授权条款呢 对公众都适用永久有效 规则一致条件一致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了解CC授权条款 这样的方法条款 你了解它的一个运用方式 你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多 广域的资源来进行 著作权上面的续用 或者是AI的学习的利用 CCcby它告诉你呢 作品可以用 但是呢 你必须要告诉原来的作者是谁 基本上呢 CCC姓名标示的三个元素 一个是人是谁 作品名称叫什么 授权标章是什么 人物授权标章 真名品名别名 或是作物品的名称 或是选择CC授权条款的版本别 跟所以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姓名标示 NCC是告诉你呢 不能主要或是直接 关于商业利益 或金钱报酬 来用这个作品 那这个等号呢 叫禁止改作 因为1等于2等于2 所以告诉你东西可以用 但是你不能产生一个新的作品 所以我们刚才举例说 这个虽然说改作的范围很小 可是改作已经产生了 这个就叫改作 不同的创作表达呢 延伸性演艺性的创作表达 就叫改作 所以呢 CCND是告诉你 不能产生一个新的表达 这个Share Like 你看到一个Dial C 因为它是软体授权里面的copy left 我们做作权是copy right 那它的意思是说copy right不是那么right 所以我要反其道而行走copy left 意思就是说 我用给我copy right 但是呢 我要反其道而行 像带动唱一样 请你和我这样说 请你和我这样做 我的作品给你用 你可以改 你也可以不要改 但是呢 不管你改不改 后续如果你再发布出去呢 必须要用一样的授权方式提供给别人 所以这是CC copy left 所以今天有个重点 我们为什么跟各位讲说 在一个学术或是创作环境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牵涉到复合性的 复合性呢 意思是说 有超过一个以上的作者 那这种东西呢 有一种东西叫共同著作 共同著作是法律的一个特张的一个形态 所以你要构成共同著作呢 你必须要这些人呢 都讲好 要一起做这件事 他才会变共同著作 所以共同著作有他的一个门槛 因为共同著作法律上保护的地位比较高 他告诉你这个东西效期很长喔 有十个人一起写文章 他其实呢 有的人二十岁 有的人三十岁 有的人五十岁 有的人七十岁 那即使之前的共同著作作者已经去世了 他是一直到最年轻的那二十岁去世以后呢 才往后算五十年期满 所以要保障期间非常的久 所以有一种共同著作 但是呢 他必须要符合大家都讲好 一起写文章 一起画图 一起做软体开发 他才会变共同著作 那另外那种呢 其实就是叫改作或是编辑 改作意思是说呢 我拿别人的东西来改 那既原著作令为创作 可是呢 有一个表达新的演绎 所以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这个叫改作 改作必须要取得授权 那另外一种东西呢 叫编辑 意思是说 我其实没有改原来的东西啊 只是因为起程转合 我把它放在同样一个论文集 比如说 论文集没有十二个作者 这十二篇文章都是独立写的 但是呢 它是同样的一个主题 所以我们今天编修者 我们问过这十二个作者 他们同意呢 我们把它编在同一个编辑著作 编辑著作里面呢 各个文章的授权状态呢 如果呢 很清楚的讲清楚呢 它是不会打架的 所以编辑著作 是各个被编辑的东西 见山人是山 见水人是水 所以简单来说呢 改作的状况之下呢 CC的所有元素 都会发生效应 但是ND不在 因为ND是禁止改作 改作的形态里面 当然不会有ND 那编辑的状况之下 其实是这样 CC各个元素 原则上会发挥效用 但是呢 像NC呢 它是限定原来的那篇文章 SA也是限定那篇文章 它并不会扩散到编辑物的范围 那为什么还是要了解CC条款 因为CC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今天搜寻乐高相容 你会找到很多的乐高 都不是乐高原厂的 可是他们呢 可以拼在一起 CC授权也是一样 很多机构都用CC授权 它不是同样一个组织 一个国家 可是你了解CC呢 你可以通融的去使用 这么多不同期刊 释出来的一个素材 所以联合国家购论组 是2019年已经底定了 它所有的公开的一个刊物 跟教育素材 都用CC的来发布 那除了CC原始条款 还有两点我们必须要解 PDM呢 是指那种已经过期不保护的 CC0呢 是一个凝制的PDM 比如说原来作者说 我拥有著作权利 可是我愿意提早把它抛弃 所以呢 我把它标上CC0 告诉人家这个东西我不要了 你可以把它当成 不受作作权保护的PD来看 所以知道这主要的元素呢 这些东西呢 今天呢 你都可以拿来点AI 你都可以拿来做教材的使用 你只要符合它的 预先的游戏规则 所以这边的朋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 网路上很多东西都说是CC授权 那但是呢 它又标着一个很严格的免责声明 我怎么确定 网路上宣称CC的那些素材 这些宣称者 真的是他原始的有权处分的人 怎么自我保护 通常我会建议你 如果你对那个领域呢 不是很熟悉 建议你还是用权威网站 权威网站 譬如说文化部 国家文化记忆库 台湾内史博物馆 或是国公博物院 或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网站 是取得CC授权 因为这些权威网站 它都是经过权力盘点 才把东西放在那边的 你不太需要去怀疑 它不是原来的作者 但是呢 如果你要去中国大陆网站 他们曾经发生过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呢 各地的科学家 包含西班牙的国家的科学院 大家一起去做的所谓的 黑洞的一个拍摄的照片 但是被中国大陆的图库公司声称 那是它拥有著作权的 后来呢 人家跑去问西班牙的科学局 西班牙的国家科学局 有做一个正式的一个声明说 我们现在以后不会去声称 这种人类共同拥有的资产 是受到著作权保护的 所以今天呢 你必须要了解 确实有很多网站 你没有办法追索它的 所谓的genuine 也就是说那些作者 可能根本不是它的作品 就把它私益授权了 但是呢 权威网站不会做这个事 那再来就是呢 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建议你自我做证据保存 你当初下载的页面呢 你可以把它丢到 美国的网际网路档案馆 它有一个服务叫Wayback Machine 所以你今天呢 可以丢这个连结 看它有没有所谓的库页存档 如果没有 你可以要求它帮你做一份 所以如果以后发生了纠纷 你可以跟检察官说 你看啊 我当初有看它的库页存档 它确实是用私益授权的 它后续盖了 那这个网际网路档案馆 它的伺服器是在美国 原则上呢 已经登录的资料 它不会被篡改 也不会为了你去篡改 所以它是一个公正的一个备原机制 所以今天回到AI的领域 为什么跟各位讲 还是要去人事实义授权 因为呢 这个可以自由练AI的美好年代 慢慢已经过去了 所以欧洲最大的期刊公司 它叫Alsovail Alsovail呢 从2022年呢 发掘ChatedGDP的AI 正在发威了以后 它们就更改它们的网站的权利声明 它说呢 我们这个权利啊 我们相关网站上平台素材的权利 这些文章期刊的权利 All rights reserve 所有权利都保留 包含呢 资料探勘文字探勘的权利 还有AI训练的权利 还有相似的科技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想要让你练AI 如果你要练AI 你必须要经过合法的商业的许可 那今天呢 Alsovail这些重要的文字内容平台 它们有意识到 法律没有保障这些地位 法律其实没有保障 不受别人text mining或data mining的地位 但是它总是先写在这里 那如果以后专法有追认的话 它就可以说 其实我已经做了一个契约的声明 你还是去违反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拿这些特别声明的 不管是联合报啦 中央社啦 或者是所谓的New York Times 其实都已经做了这样的声明 你拿这些资料来练 当然涉及的风险是高的 所以我们也有提出一些问题说 其实有很多插画师 不喜欢人家用他的著作来训练AI 这个应该要尊重 但是呢 今天的状况之下呢 他为了要提升自己的知名度 他还是要必须要把相关的素材 上传到所谓的social media 像Facebook 或是Instagram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做处理 我只能说 今天做作权并没有保护AI生成的照片 然后呢 但是呢 做作权呢 也没有限制你拿人家做作权的东西 来练AI 因为做作权 只保护著作的表达形式 不保护背后的概念 所以如果呢 他拿你的东西来练AI 就是要学习你这个图片 带的事实资讯的话 那确实现在无法可管 所以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你可以用司法自知契约制 有意思是说 我直接就使有一个声明说 我不喜欢你练好 就像ASL这样 那今天呢 要拿你的东西的人 他就必须要自我评估 我不要承担这个风险 人家已经很明确告诉你 你不要拿 他可能想说 我也可以想说 著作权没有保障这些 我就是要拿 但是今天一个成熟的公司呢 他会做一个风险评估 所以各位必须要了解 OpenAI早期会捞 网络公开资料来练AI 他现在商场价值很大 他已经不做这个事情了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有声明说 不要拿去练AI 像OpenAI这些公司呢 他会遵守 他会尊重你 因为呢 他担心 如果未来的这个权力诉讼 产生一个破口 他必须要偿付很大的损害赔偿 所以我也不会告诉你 这些额外的契约声明是没有用的 但是呢 到底有用到哪里 你还是要看法官的 这是我最近再做一个例子 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2024年5月11号的报导 今天是5月14号 三天前 他是Twitter这个平台 我们知道Elon Musk呢 买下的Twitter嘛 所以他是现在Twitter呢 最大的说话的能力的一个owner 其实呢 Twitter呢 X这个平台呢 告了一些资料分析的公司 他就是说呢 其实我Twitter的使用者条款也会讲 说有user在上面提供的这些资料呢 其他人不能做资料探勘 如果你要做资料探勘呢 你必须要得到我的允许 你必须要付一笔钱给Twitter X 所以他告了一些资料分析的公司 但是法官呢 基本上呢 现在呢 已经否决Twitter有这个立场 他说 这些资料是你的user pull的啊 你当然可以去定这些使用规范 但这些使用规范不是法律啊 所以到底有没有产生侵权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著作权法 所以简单来说呢 你可以去定这些额外的契约使用限制 但到底他有没有侵权违法 还是要看司法实务的一个判断 所以今天呢 为什么要跟各位讲 我们还是要了解CC 因为CC授权条款 没有这些有的没有的额外条款 就很简单 这边的问题是说 AI生产的照片影片呢 CC的一个使用编辑 有没有些征送的案例可以分享 法院如何评判 我简单跟各位讲 CC 我们经收本分 只处理著作权的授权 所以呢 这些AI生产的东西 如果呢 可以被著作权保护 你就可以用CC授权来流通 那今天呢 你用AI捞别人的素材 有著作权的素材 那有著作权的素材 用CC来发布的 那今天CC的立场就是说 其实呢 著作权保护就是著作表达嘛 如果你练的时候呢 不会去拿捏 那些著作表达 来做分析 而是用上面的事实资讯 来做分析 那著作权法 从头到尾都没有禁止这件事 CC授权条款 更不会禁止这件事 那如果你要了解CC 跟AI之间的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 诉讼案例可以分享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CC呢 过去有哪些跨国间 有哪些重要的一个征送案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页面呢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Created Commons Legal Database 全世界各国呢 有因为CC素材 而产生法律争议的 和相关的一个说明整理 还有所谓的诉讼的一个内容 都整理在这里 重点就是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 Kate Washer呢 是我们认识很多年 算是同僚啦 是CC总部那边的 所谓的法务专员 那在去年他就写了一篇 Understanding CC License and Generative AI 意思就是说 CC跟AI之间的关系 我们怎么正确去对待 我就直接跟各位讲 你可以把它化约成这个流程图 它就告诉你 今天呢 拿人家的东西来练AI 包含CC素材来练AI 会不会产生一个汉格 我们直接早上跟你讲 如果你练的只是事实资讯 不包含它的著作表达 那CC授权条款的任何一个元素 都不会发挥作用 因为CC授权呢 是要处理这些著作授权 重置散布 初出改作 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做 如果你运用的方式 不涉及重置 不涉及散布 不涉及改作 你只是拿这些分析 最后造成一个抽离的演算法 OK 那不是CC授权要处理的 但是今天呢 如果你拿的 确实呢 你最后CC原作的这个著作表达 会在背后的一个作品里面 那它当然也是跟各位讲 就是说 好 那NC ND SA 这些游戏规则 你还是必须要去遵守 跟你讲ND的 你就不能制造一个新的改作物 跟你讲NC的 如果你还带着别人的著作表达 你就不能用在你的商业模式之下 那最后SA的部分就是说 你可以不要发布出去 你不发布出去呢 就不会受到SA的影响 但是你一旦发布出去 SA还是会发挥它的效力 所以今天各位必须要了解 各国的专法也还没有推出 但是那种什么东西都能练 什么东西都能抓的快乐的时代 也慢慢已经过去了 因为很多的权力人慢慢意识到 他可能要主张 这个所谓的资料探勘 所谓文字探勘的地位 但是无论如何呢 如果你了解CC 开放圆码 这些公众授权条款 这些公众授权条款 没有额外的条件限制 他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要在著作权的 运用范围之下去用 你必须要符合原来的 游戏规则 但是今天呢 如果你确实只是 要做抽象性的学习 抽离概念 那来进行分析 来建立AI模型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限制的范围之内 所谓OpenGLAND呢 开放美术馆 图书馆 导案馆 博物馆 Open Science Open Access Open Data 可以让你找到很多这种 不带额外限制的素材 来进行AI演练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幅画 这是一个日本游客到故宫博物院 去拍摄 他自拍放Twitter说 今天我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 找到自己的前世今生 就是说 我跟元朝的这个皇后长得好像 所以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用这种CC 跟开放授权的东西 你可以做很多 不受限制的一个演绎 这是你必须要了解的状况 所以我们最后再回来讲OpenAI 其实我通常推荐我们可以去看OpenAI License 这是一个在做科学资料 人工智慧模组的一个授权 它特别强调伦理克责跟风险限制 今天其实这种授权条款 它就是整理一下各国法规 对所谓的人工智慧应用上面的最基础的限制 它提醒你很多事情 它告诉你使用附件里面这些限制行为 都不是我授权范围之内 今天它告诉你其实就是不能违反国际法 不能违反人权 不能做Dick Faking 不能做各自追踪 它就是提醒你 这些其实跨国之间都是违法行为 今天这个行为就是违法的 不会因为你用的工具是什么 你就算不用AI它也是违法 你用了AI它也还是违法的 今天我们把AI的相关的生成式工具 服务方案跟平台提供给你 不代表我们赞同你去做这样的行为 所以特别它还告诉你 通常我们建议说任何的图形程式码 你产出你必须要注明是AI产生 为什么 这个梗图我从去年开始用 当然你觉得还是不错就继续用 因为这个女孩子说她蛮难过找她的姐妹哭诉 然后姐妹就问她说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难过 她说因为所有她的甜言蜜语 都是用check the GDP生成的 所以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不是说那些话不好听 不是说那些话不甜蜜 而是你没有真心在背后 所以那是AI自动生成的 那論文也是一样 就是说所有她这些杰出的发表 都是请AI模组去捞去剽竊的 如果发生这个事情呢 就是不是很好 所以重点是假的 你不能让人信为真 不是自己写的 不能让物为评价 那这件事情呢 欧盟的AI生成专法呢 有做部分的处理啦 因为之前大家有在想说 是不是以后呢 你用AI生成呢 你必须要告诉人家 你是用什么链的 他们有部分接受这样的管理 但是今天基本上呢 被课与这个这么大的责任 是AI生成的公司跟方案 也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责任呢 倒也不会是扣紧到一般的user 而是说呢 他会去进行一个行政查查 然后要求像Chair的GDP啦 消耗像Meta 这些所谓的LAMA 这些模型的提供者 然后呢 把演算基础的模型 提供给审查者看 审查者如果看到说 你用到很多东西都是未经授权的 或是已经形成著作权或资料的票窃 他当然就会有相应的警告 可是大家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处理一个时代氛围就是 原则上你用AI 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 大家建议你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个公开的一个组成啦 像YouTube呢 去年更改它的使用者条款 跟所有的会员说 你如果有任何的影片或是音乐 是用AI生成放到YouTube 你必须要下一个tag 告诉人家它是AI生成 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发掘了 或者你被举报了 我们就把你的影片下架 那因为我们已经发掘了说 很多已经劳乱商业授权 合理的一个权力 跟所谓的交易编辑 去年就有人呢 用孙艳之的唱腔去唱很多不同人的歌曲嘛 所以他说你今天做这个行为 也许你在表达你的创意 但是今天他的出版人如果告的话 倒霉的是我YouTube的平台 我会同受纷扰 所以他们目前呢 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管制 所以接下来很多问题呢 其实都扣紧这个 我们看怎么样 给各位一个比较诚恳 忠实和合用的建议 教学我们用AI 要注意哪些 如果把AI当学术符句比例在哪里 那今天呢这个符句呢 是用在日文构思 不是实际内容产出的时候呢 有没有什么差别 或者说期刊送审 投款国际期刊的时候呢 他会问你有没有用AI写作 那如果真的有用到 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呢 一样跟各位讲 重点不是抄 重点是抄的没有讲 让人家误会是原创 所以不是说不能用AI 而是你用AI没有揭露 那就是一个不公平竞争 所以这个问题更几次 是说我在论文中 要引用AI到参考文献中 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 就是我请AI呢分析我的论文 然后呢根据他的建议自己修改 另外一种东西呢 其实就是呢跟他讨论呢 然后呢叫他产出大纲 然后呢叫他产出大纲 然后依照他的当根自己撰写 今天我必须要讲 你跟AI讨论呢原则上没有问题 如果是B呢 因为他已经帮你产出大纲 所以是自动办自动化的一个辅助行为 今天基本上依照大部分 我看到的一个学术期間 一个投稿的要求 B的状况是 都必须要著称有AI的协力行为 那至于A呢 你是请他做分析 然后最后呢 还是要自己去动笔去修改 他有建议你 但是你没有直接照抄 而是参考你给他的意见的话 那就看你的评估 这样讲从著作权的概念上 最后被保护是著作的表达 就是产出的文字 你没有直接使用AI产出的文字 或是图表 那这种状况之下 它可能是一个概念 或是所谓的学术理论 缜密性的启发 在这种状况之下 就像你去找一个研究的导师 去讨论一样 那其实讨论归讨论 他不是最后的指笔人 所以呢 严格上呢 并没有需要把这种讨论的 这个所谓的意见提供者 也列到你的论文的共同作者 所以今天呢 如果AI给的是分析 是建议 最后你还是自己指笔的话 到底要不要把AI生成的参与 写入过去 其实有一个裁量的地位 但是B的状况 因为你已经叫AI 去帮你产生大纲 跟部分的段落 这个是一定要组成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跟学生要求 原则上也是一样 如果呢 跟学生说 我们可以用AI符句 来进行论文学作 有没有什么规范 其实就是公平 如果你容许一个学生用 其他的学生就是都可以用 那今天呢 会产生的问题就是 有人用了 有人没有用 有人用了没有讲 所以造成呢 他的作品呢 史无前例 非常呢 突出的一个优秀 所以今天为什么用AI 大家建议要讲 其实在这个状况下 就是有人用 有人没有用 这是个不公平竞争 如果他是一个投稿竞赛的话 那就要把这件事讲清楚 所以今天各位必须要了解 现在很多的一个竞赛 他是不允许你用AI 他说全部都要原创 可是现在呢 各个国家的一个AI提倡的机关 他们有去举办一些竞赛 就是你一定要用AI 那这样子呢 大家站在同样的一个立场上面 就不会有公平性的问题 所以学校图书馆或研发处呢 我们如果要适当的辅助 跟提醒 约束 其实呢 我看到各国的 所谓的行政指导机构 跟现在很多 欧美间的大专院校 是这样做的 我们就提供你最佳实践 Best Practice 什么样的用AI的一个 辅助跟引助方式 是建议的 因为他还在摸索中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提供 好的正面的案例 那当然今天如果有些东西 已经在因为学人争议 而被耻夺了你的学位 或是耻夺你的论文资格 他当然也可以列负面的案例 所以今天必须要跟各位讲 这东西是非常微妙的 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奥运呢 我们在国际比赛其实是禁药的 可是禁药跟补品之间的差异到在哪里 禁药不是毒药 事实上很多奥运比赛禁的禁药 它并不是那种直接打下去就吹骨 然后马上就跑得比平常快 冲得比平常高 但是有一种状况还是会被列禁药 就是说你这个可以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可是基本上所有的医生都同意说 如果你继续使用五到十年 你就有肾衰竭肝衰竭的问题 它不是立即性的 但是算是长久一段时间使用 它就会伤害人体 所以奥运比赛 或是这种国际的一个运动比赛 他们认为是说 我们运动比赛是要彰显人的潜能的发挥 而不是说在药物的吹骨之下 让你得到一个突飞猛进的名次 但是过了五年十年以后 你的身体就开始败坏 所以其实这种以前认为补品的 也是会被列为禁药 所以今天的AI 我必须要讲 我们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那现在的状况 必须要合理的去认识它 今天AI不是不能用 重点是它必须要维持一个公平性 所以学校机构在所谓的角色 不管你是要辅导 还是提醒或是约束 重点就是 我们就是维持一个公平性 所以公平性的维持 其实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这边 大家还提出来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有看到 有些外国的新闻报道 就是说你在投期刊的时候 它还用AI生成的工具 或是一些分析工具来分析 你到底没有用到AI 那有几篇被说有用到AI 但是其实后来作者证明 真的是完全没有用到AI 那如果产生这种误判的时候 要怎么证明 还是不需要证明 我现在必须要跟各位讲 很多论文的相似性 或是AI的比对 这只是推定 推定就是我们假设如此 但是你后续可以证明的话 你就可以推翻这个推定 所以今天建议就是这样子 现阶段我不会说这个风险性有多大 但是建议你可以善用任何的 所谓的artifact的一个激政 什么意思呢 你写文章 你总不可能是一天写完的 你可能就分天写 所以你的编辑系统 有所谓的版本控制 你可以把这个版本是调出来 原则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今天很多的律师事务所 其实有跟民间的公司去产生协议 就是你每天产出程式 或是所谓的专利发明的进度 你存一份到我们的伺服器 原则上我们也动不到你的内容 但是今天你真的是需要做司法举证 人家告你专利侵权 你可以呢 请这个合作的事务所提出说 我这个技术方法 我研发了三年半才提出来 如果不是我自行研发 我是用人家操的 我怎么可能还需要花三年半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有提出这种所谓的 产出激政artifact 基本上你就可以自行了 它不需要你特别的 而是你必须要养成一个习惯 我用的文书编辑器有做版本记录 或者是我用网路平台 像github这种来写程式 每一笔每一笔的submit 它其实都可以被追索跟记录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你被质疑 把相关记录提出出来 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必须要善用这些所谓的版本控制 所以回到最后 我相信大家有注意到 四月份的复兴商工的 他们第一名的首奖 其实证明他用AI 他用AI之后再修图 那今天透过今天的课程 我们了解 他这张图当然是受诸多全保护的 他虽然用了AI 可是他最后修得很专业 但是为什么他最后 他第一名的资格还是被取消的 因为这个竞赛规则告诉你 你必须要承诺所有的作品都为原创 所以他解释的意思是说 你用AI还能说是原创吗 那今天人家已经告诉你竞赛规则 告诉你一定要原创 那今天如果你认为用AI还是原创 你会觉得有点争议性 有争议性的东西 你一开始就必须要跟主办单位 跟学校来提出确认 但是他没有 所以今天说实在的 我们这些所谓的AI写作创作的建议 跟伦理的情势 有一个重点就是 必须要让参与者很清楚知道 我们有写作跟竞赛规则 那今天呢 这个活动到底能用AI 不用AI 一开始就讲清楚 那如果可以用AI的话 其实你必须要让这些学员 或参与竞赛者很清楚地说明 他们用AI是用什么方式来用 他必须要进妥善标示 所以重点呢 它是一个公平竞争 并不是说用AI可以或是不行 而是说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公平的前提之下 最后还有几个重点 AI生成的事项跟标注 或者说所谓的呢 在提中文稿的时候 怎么去标AI生成的内容 那或者是说 请TWC帮你修英文 要不要Cite 我觉得这是特别有趣的 我专门来回应这个好了 诚恳能跟各位报告 如果你只是叫TWC帮你修Typo文法错误 如果整个单位没有明确要求的话 没有人再做特别标注 这是做一个额外的工 你必须要了解 为什么他要做AI的标注 其实就是在于说 你有一个其他的竞争者 没有办法利用基础 所以如果你音标而不标 就造成不公平竞争 但今天呢 如果你只是叫TWC帮你修文法 其实跟你找外面的翻译社 或者找一个专门的英文老师 其实是一样的效果 那这类的辅助行为呢 本来就不涉及著作表达 也不会影响你的文章的一个价值 但是今天呢 如果你叫TWC帮你读文章 截列列重点 列大纲 这个必须要标注 所以大家必须要知道 它的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在于说呢 最后这个著作的表达呢 AI有没有参与 所以最后呢 如果我们呢 这个著作的过程中 最后的表达 AI确实有参与 那其实呢 像CC Cate Washer 这篇文章里面 他讲得很清楚 这个CC的IconStator 我们其实是用这个 生成式方案平台来产出的 那今天呢 如果有任何的著作权利残留 我们也愿意把它用CC0给抛弃 所以今天呢 通常我会建议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公告你的填词 但是呢 这不是一个法律的义务 通常也不是 这个AI生成授权方案的 模组的义务 只是说 我通常会讲 我是用什么样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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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说 就算有著作表达 我宣称他用CC0 或是CC BY 或是CC BY SA 去提供 所以呢 通常这是一个检视的 AI生成方案 就是我依照幼类的序语 在Microsoft Designer进行涌唱 那这是一个AI生成的图片 因为确实Microsoft Designer要求 如果你用到我们的方案 你必须要告诉人家它是AI 然后呢 我宣告呢 他不是要做作权利保护 或者是说 如果是可以受保护的话 我一样用CC0 1.0来释出 或者是说 有些作者呢 没有说你一样CC0 也没有说你一样CC BY SA 而是说你愿意分享的时候 你可以选一个CC的模组 那今天呢 如果你希望主张你的权利 你有机会呢 用限制性分享的七位文字 但是提醒各位呢 这些东西不会百分之百有效 法官在争议的时候呢 他还是要看呢 是不是属于基本人权 是不是属于著作权 有权利的东西 你可以要求要求到哪里 那如果完全没有法定权利保留的话 那不符合公平原则的限制文字 有可能会被法官拒绝适用 所以今天呢 实例上面大家也可以看到 鸟善鸣老师去世了以后呢 其实很多人追到他 甚至有人做一个3D的一个 你可以列印出来 但是呢 原来这个作者呢 他只是要 就是缅怀这个漫画家老师 但是却是有人 直接把这个档案拿去做列印 然后去贩售 所以他后来有加注了 他就说 我自己没有商业行为 这个漫画里面悟空的这个形象 原则上还是处于鸟三鸣 跟他的继承人 或是他的出版社 我是请大家不要商业使用这个model 那今天如果你真的拿去做3D列印 拿去卖钱的话 那你要自负其者 所以他其实透过7月文字说 我所提供的这个3D列印模型 其实是不容许商业翻售的 那最后呢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有在看漫画 你应该知道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remix 它是所谓的三浦见太郎的烙印勇士 变成现在非常热门的迷宫犯 那因为他几个角色有重叠 所以你今天真的也很难讲说 谁抄谁的 但问题是这是AI转的 不是任何一个原作者去转的 然后呢 今天你可以把星际大政这边 变成所谓的吉普利工作室的画风 我必须要跟各位讲 coding style,pending style,writing style 各国的著作全法都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AI的挑战 未来著作全法还会再有所演变 各位必须要意识到1980年以前呢 软体是不受著作全保护的 那也就是说软体受到著作全保护到现在呢 也差不多才四十几年的时间 著作全法是会改的 那著作全呢 在1980年以前是要登记公告才会生效 但是因为著作来自于四面包方 后来就变成创作保护主义 不需要登记公告就有效 所以现在面临AI的挑战 作全法呢 其实可能未来还会再修改 修改的方向呢 其实要看AI演变的一个发展 很多人都会讲说 这样的用法 其实是用AI算出来的 可是明明呢 就会灵夺到原始的表达 我们怎么正确去看这些事呢 我只能说呢 依照现在呢 我的态度是 人家用AI生成方案的东西 它要主张权利 我就是尊重它 因为著作权主张的条件 并不会太严苛 所以用到这些AI的图呢 我一定都主张Fair Use 那至于呢 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要不要受到AI保护 要不要受到著作权保护 那就看生成者自己的立场 所以大概最后呢 是跟各位做一个 今天的一个追加报告 第一题喔 AI生成的图片 大家都可以使用吗 如果它公布出来呢 又没有做额外的契约限制 对AI生成的图片 不受到作权保护的状态 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第二个子题就是说 猴子自拍照的一个作权争议 所以这些猴子自拍照 成为公共财吗 基本上对 美国法院最后的一个判定是 它是不受著作权力保护的 所以如果你的公共财的定义 是不受著作权力保护 大家可以自由使用的话 最后美国法院呢 认定猴子的自拍照 黑罐猴子的自拍照 是不受著作权力保护的素材 那第二题就是说 John Ketch 4分33秒 这种基于音乐创作为例喔 他说这个音乐创作 是随机的不可控的 但是包含了作者的创意跟理念 那如果是用AI生成工具 来辅助产出这些作品 如何保护创作理念 实际上如何判定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今天如果你讲 机遇音乐 随机的不可控的 那他就不受著作权力保护 那今天呢 当然这个音乐是包含作者的创意跟理念 但是包含作者创意跟理念呢 并不足以让他一定取得著作材产权的保护 那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 其实John Ketch 其实也没有限制别人去利用 这个4分33秒 因为其实他用4分33秒 就是要某种程度 其实就草根式的 对于著作权目前的管理状态 或是法律的基础提出一个质疑跟批判 所以我只能说呢 今天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 机遇音乐创作的话 你可以用机遇音乐创作来表达你的理想 跟你的理念 但是呢 如果依照《现行诸作权法》 这样的机遇音乐呢 是不受保护的 那第三题就是说 作权保护的是表达的形式 不止于内容 那如果把作作权保护的内容来练AI 没有相同的形式表达出来 是不是就不会有作作权牵制人的问题 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今天基本上呢 作者觉得有意义 他还是有个法定权利可以提出诉讼嘛 所以我们刚才在简报中有跟各位讲 美国东西岸各地方都有 著作权AI应用上面的一个诉讼 那我也必须要跟各位讲 目前的诉讼的进行状态是 权利人都没有占到优位上 也就是说素材被拿来练的 目前都看起来呢 没有往胜素的方向走 甚至很多的状况之下呢 在程序上面可能就必须要终结了 所以呢 确实目前的作作权的态度 基础框架是这样 它保护的是形式不止于内容背后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AI演算呢 最后呢 没有去承袭到原作者的一个表达的一个形式 那解释上呢 它没有作作权的侵权 第四题 既然作作权不保护技法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创作透过AI呢 转换成特定工作室 或是创作人 其他创作人的创作风格 不会侵犯别人著作权吗 好像吉普利的风格 所以这很有趣嘛 最后就拿它来作解 它这个模糊性真的是 越来越明显 我们必须要讲 因为之前想象的呢 都是人类在进行抄袭比对的时候 会产生的状况 但是AI其实是个破格性的存在 它不是呢 看了20张图画一张图 它是看200万张图画出一张图 所以今天呢 像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 我必须要讲 如果你真的拿来做商业发展的时候 吉普利工作室是一定会告你的 因为今天我们讲的是实质相似 实质相似在司法实务上面 就是说 法院找十个人来看 十个人里面八个人觉得像 那就是有实质相似 那如果十个人里面呢 只有四个人觉得像 那法官就说这没有实质相似 那四个人到八个人之间呢 法官有他的判断余利跟采良权 他可能会引些潜力 所以我会很诚恳的跟各位讲 吉普利这种状况一定会产生 著作权侵权的纠纷 那只是说现在的网友呢 他没有进行商业使用嘛 他只是薄君于笑 有点赚一些点击 赚一些所谓的眼光 他没有实质太强烈的金钱收益 所以这种行为很多状况呢 都会被认定是合理使用 就好像呢 越南有一些木雕家 他可以很快呢 去雕出海贼王的雕像 那他也雕得唯妙唯笑 把这个过程呢 放在YouTube上面 那日本的这些漫画公司 原则上不会去告他 因为呢 他不是常规性的商业规模的运用 但是今天如果呢 他做成很多的玩偶 卖了十万个二十万个 那当然就会有商业纠纷 所以这第二个子题就是说 我们实务上怎么判断 我们是学习技法后进行创作 改做 关键为何 关键其实就是在 我刚刚跟各位讲 其实说判断的时候呢 至少依照台湾 我们最高法院的态度就是 是不是超习改做 我们就是判断 有没有接触的因果关系 还有实质相似 实质相似的态度呢 就像刚刚跟各位讲 我们会去找十个民众来看 十个民众如果八个认为都像 那就一定是实质相似 那如果呢不到四个那就不是 四到六个之间呢 法官会去做一个个案裁量 所以关键就在于说 他到底有没有承袭到 原初处的表达形式 如果实质相似的话呢 就被认为有承袭 那第五题是 权力人呢 必须是人或机构 发明人可以是AI吗 这我好像刚刚有回答过 发明人讲的是专利发明人 专利权只能归属于人 所以呢 进一步来讲呢 他必须是legal entity 所以这个legal entity呢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一个AI 那第六题就是跟随改作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于已经初刊的书籍或网站 针对文字或图片 认为原作的表达可以有更好的表方式 所以你要improvement 文字相同但用AI改成列点 那这样子是改作还是编辑 那如果生成自己想要的风格跟图片呢 这个图片部分呢也是改作吗 我先讲一下 就是你把它改成bullet 或者是说你帮它修错字 基本上呢 你把它改成条例跟修错字 一般来说呢 它甚至连改作都不是 今天等于是说 你没有下标点符号 我帮你下标点符号 但是呢 下标点符号的用意只是 让它更便利阅读 那今天呢 你有错字 我帮你修错字 所以呢 加标点符号 改错字 其实并不会影响到 本来的制作的表达 所以它甚至连改作都不是 可是你必须要了解 有些一支支叉 四支毫里 譬如说 好像是中国大陆的影剧呢 不能讲出现死这个字 所以他们有人会把它改成死 或者是说呢 会把它改成圈圈叉叉 所以有时候他故意说呢 改那个字 其实是造成另外一个 比较酷熟的表达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改作就产生了 所以简单来说 看物或是看漏 这种状况 不会造成改作 所以像你讲的 就是说 其实我只是帮他 交变符号 或者把它改成裂点 那今天基本上呢 原作的创作内容没有 表达没有被改变的话 它其实呢 改作也不是编辑也不是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你要改成自己风格的图片 图片是不是改作 那看你图片改作的历程了 这个图片呢 如果本来就是依照原始数据 来产出的图片 你找到原始的数据 然后呢 输入数据另外再产出一张图 这叫重新创作 那今天呢 如果你拿了原来的图呢 叫AI帮你呢 从A图转成B图 那一般来说 这是改作 因为你是基于原图 来做一个图形创作的表达 所以要看你呢 怎么去处理 所以如果你接触是原始数据 依照原始数据 重新产出一张图 它是重新创作 但是呢 如果你为A图来产B图 一般做作悬上的司法实物 是认为这确实就是改作 那再来就是 生成的内容架构相同 知识内容基本上来自原作者 但新产出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进行商业行为 比如说呢 把生成内容集结出书 来进行另一个行为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把别人的内容 拿来为AI 然后产出这个东西 是不是可以进行盈利 这个东西我还是很简单 就是说 如果你是拿人家著作的东西 来为AI 最后产出的 它的著作表达还在 那你后续从事散布出处改作 其实还是要取得它的授权 但是今天你拿人家的东西 来为AI 最后产出的东西 它其实不在 那我举实例来说 好了 Imaginate呢 这个专案它就讲得很清楚 我很多的图片 都来自于Flickr上面 人家的自拍照 或者所谓的肖像照 但是呢 我最后演算模型 学习是各地方人种 它的脸孔的特征 所以今天呢 它散布的那个东西叫演算法 本来的图片都不在了 所以它的意思是说 我把图片散布给你 原则上呢 也不需要经过原来图片的授权 因为它的著作表达不在了 但是今天呢 如果你要把原来的图片 搭配我的演算法 做成一个封包 继续做整体的利用 它说 因为你要必须要意识到 原来的图片 还是受著作权的保护 所以你今天问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拿别的东西来生成 那我今天给你回复就是说 好 如果原来的内容完全不在了 只是一个抽象概念的 演算法的整理 这个演算法呢 后续使用 你没有做 你没有被任何拘束 但是今天如果原来的内容还在 那它还是构成 作作权的重置散布 处处改作 你还是要找到原来的作者取得授权 你的补充是说 网路上有人介绍AI辅具赚钱的模式 针对一本书去用AI去抓重点 然后产出图片 然后发布盈利 然后呢 再出自己的书 好 那这样的行为其实是这样的 我们说基于原著作令为创作 它还是改作 所以呢 如果你用AI呢 整理一本书 然后呢 变成重点 一张一张图在网路上分布呢 原则上会被合理使用所包覆 我举一个网路名人谷阿木好了 古阿木的行为就是这样啊 我透过两分钟三分钟的时间 把别人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电影都讲完 所以呢 他一开始呢 都主张合理使用 也没有出乱子 但是呢 随着他变成规模经济 他被大规模的所谓的投雇 给投钱 变成一个新兴的公司以后呢 很多出版人就告他了 因为他第一次是说呢 如果你只是一次两次的这样评论 我们也很难讲说你做 进行一个商业模式 但是你常态呢 已经造成一个常态性的收益 而且呢 你评论一些影片呢 还造成他收视下架 或者说没有办法上院线片 确实损到了他原来的经济规模 所以这时候人家就不认定 这是合理使用 所以像你刚才讲的 我们用AI去分析一张图 然后把重点抓成成图片 一张图两张图 原始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它不是一个规模经济 但是今天呢 你把这些图片都集结出书 成为常业行为 那我觉得原来这个书籍的作者 提出著作权侵权的可能性 是会在的 因为我这边的回复是呢 你把别人一本书 转成一张图 但是是基于原著作另外的创作 其实还是改作行为 改作行为未经授权 你只能主张合理使用 所以一次两次呢 个案式的 你可以主张合理使用 或是非盈利的 比较好主张合理使用 但是当你成为常业 跟连续累积式的 那在司法实务上面呢 未来的诉讼风险 就会慢慢提升 所以等于是说 我不会说它完全没有法律风险 常业进行之下呢 还是会有相关的法律风险 那以上相关问题呢 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